第209章 小宇 想开高达吗 姐姐姐夫 我们要去哪里啊 开着车 郭俊宇一路上 就一直叽叽喳喳不停地问问题 在郭俊宇的心中 方觉宇一直都是一个非常神秘非常厉害的人 甚至在他的心中 早就把方觉宇当作自己的崇拜对象了 你不是说 以后想当宇航员吗 方觉宇笑着说道 现在我带你去一个 能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 真的吗 郭俊宇变得更加激动了 能穿梭在神秘的宇宙探索 那无穷的奥秘 一直都是他心中最大的梦想 好了 你姐夫不会骗你的 郭新宇摸了摸郭俊宇的脑袋 本来他还不相信很多方觉宇说的 但是方觉宇在落了几手之后 郭新宇不得不相信 方觉宇真的有着很多的秘密 车停在了安天峰的山脚下 今天白悠似乎并没有到超神学院来 平时他的那辆马沙拉蒂 可都是停在这儿的 在超神学院经过了两个月的学习 白悠的实力也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虽然远远比不上方觉宇 但是他的境界也达到了暗境巅峰 他体内原本的内力 就好像重新被凝炼洗涤过了一般 变得非常纯净 再加上学了几门等级相当不低的武学 就算是寻常的画境高手 都不是他的对手 在脑域经过了开发之后 他的记忆力和理解能力 也有了质的飞跃 神农的药理课 他已经学习了一部分了 最近这段时间 已经开始跟着一位不知名的初级炼丹师 开始学习炼丹的基础了 估计过几个月 就能有一点成就了吧 来 把这个徽章放在你们的手心 然后在心里默默宣示 这里的一切都不能告诉外人 而且要永远 对我保证绝对的忠诚 方觉宇把两枚笑徽交给了他们 虽然有些疑惑 但是他们一个是方觉宇的女人 一个是方觉宇的铁杆小迷地 几乎没有任何的犹豫 他们就许下了誓言 徽章与他们绑定 在他们的掌心 留下了一个特殊的记号 可以了 跟我来吧 方觉宇打开了通往学校的光幕 率先走了进去 郭新宇和郭俊宇对视了一样 也紧随其后 踏进了那充满未知的幕布 哇 郭俊宇看到眼前这 宛如梦幻一般的世界 忍不住发出了一阵惊喜的赞叹声 就连郭新宇都有些愣神了 欢迎你们来到超神学院 从现在开始 你们也是超神学院的一员了 方觉宇说道 院长 您又带新的学生来了 扫地僧还是那么的神出鬼没 是的大师 这是我的女朋友郭新宇 这是他弟弟郭俊宇 麻烦你为他们登记一下 不知道两位想在这儿学习什么本领呢 扫地僧问道 嗯 这样吧 除了基础的潜能激活课程以外 给新宇找一些艺术类的老师吧 至于小宇 他相当宇航员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课程给他 我明白了院长 容老那思考一下 扫地僧说道 片刻之后 一道道光圈在广场上出现了 虽然所有的机器人都是同一个型号的 但是为了贴近真实 用词并不是每一个老师都有这种通天彻地的本事的 所以也需要超神学院自带的传送功能进行移动 光圈里走出来了一群人 邓丽君 帕瓦罗蒂 贝多芬 肖邦 海顿 不仅有声乐老师 同样还有乐器老师 舞蹈老师 郭新宇同学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一位你想要的老师 跟着他们学习各自的机能 扫地僧笑眯眯地说道 这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选择都要 方觉宇直接就替郭新宇做完了选择 院长 这不符合规矩 扫地僧急了 这个学校的老师虽然很多 但是教师资源是有限的 以后要是学生多起来 每一个学生都选择这么多老师 可就要乱了 什么不符合规矩 我是院长 我说了算 更何况新宇还是院长夫人呢 这点特权都没有 方觉宇顿时就满意了 可是 可是什么 你还想不想干了 方觉宇顿时拿出了院长的架子 要知道 这儿的机器人 同样需要能源供应的 方觉宇控制着学院的一切 自然也包括每一个台机器人的启动权 虽然扫地僧的境界 轻轻松松就能拍死方觉宇 但是他不敢啊 方觉宇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掐断他的能源供给 是是是 一切都听院长安排 扫地僧顿时就耸了 他可不想成为一台冷冰冰的机器 被丢进仓库里 虽然是机器人 但是这种高等机器人 也是有着七情六欲 这些人类的感情的 这还差不多 方觉宇满意地点点头 至于俊宇 方觉宇思考了片刻 文化知识还是不能落下 语术英科 每一门课程都找一个最好的老师教他 天体物理学 飞行器构造 这些课程也可以学起来了 等一下 方觉宇忽然想到了什么 有了这超神学院 要当宇航员还开辟的 载人火箭和宇宙飞船这些东西 完全有更好的飞行器可以代替 只要郭俊宇的反应能力和操作更得上 操作更加先进的东西 也没有问题 大师 帮我找一下基拉老师 阿姆罗老师 刹那老师 还有巴纳吉老师 方觉宇吩咐道 小宇 你不是说想当宇航园区太空玩吗 想开高达吗 话音刚落 四架帅气无比的高达从天而降 这是高达 OORX78 强袭自由 还有独角兽 想不到郭俊宇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四台机器人 想 当然想 郭俊宇的脑袋点得如同小鸡灼米 姐夫 那你造得出高达吗 郭俊宇用期待无比的眼神看着他 仿佛在他眼里 方觉宇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 造你个头 要造你自己去造 方觉宇美好气地说道 要什么宇宙飞船他 直接花钱买就行了 可是以这个时代的技术 就算是有钱 也买不到高达 大师 帮我找一些机械课和武器制造课的老师 让这个臭小子自己慢慢钻研吧 别呀 姐夫 郭俊宇欲哭无泪 他光学习文化知识就已经很难了 学会驾驶技术也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而想要捣不出一台高达 要学的东西更是多得吓人 他才十几岁啊 童年不能就这样被填满啊 等你以后开着高达在全世界乱转的时候 你会感谢我的 方觉宇留下了一个帅气无比的背影 然后消失在了光圈中 第210章 游戏发布会 几个月的时间 马腾的游戏帝国计划 已经实施完毕了 有了小一的协助 搭建整个服务器 方觉宇才仅仅用了两个星期而已 在整个腾讯公司员工们的疯狂加班之下 终于在过年前的一个月 将这一款游戏彻底打造了出来 因为实在不知道 这款游戏 能够在市场引起什么样的效果 他们第一批 仅仅只是生产了十万台游戏设备而已 很长的一段时间 网络上铺天盖地的 都是腾讯的广告 但是结果却并不理想 原因很简单 一向已经超过了时代的技术 所引发的 必然先是一片质疑声 80%的体感 甚至包括了触觉和痛觉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那些走在了技术最前沿的发达国家 也做不到吧 人体的感官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同作用体 区区一个头盔 就想在虚拟的世界中 创造出一个堪比现实世界的游戏世界 谈何容易 不仅如此 在这个过程中 腾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破釜沉舟一般 若是这一次 这一款游戏失败了 那么腾讯绝对会元气大伤 这其中付出的投入和努力 将全部复制东流 一段时间 腾讯的股票 居然发生了疯狂地下跌 整个公司的市值 居然在短短几个星期内 蒸发了数百个亿美元 但是方觉宇和马腾 却充满了信心 股票下跌很正常 因为没有任何人相信 他们能够搞出这样的一款游戏 甚至还有很多所谓的专家 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进行打假 腾讯成为了他们口中的骗子公司 举国之力都无法实现的技术 一个小小的互联网公司 凭什么能够做到 这不是欺负玩家们的智商的吗 但是面临着这种局面 方觉宇的马腾 简直笑开了花 趁着这个机会 他们疯狂地蚕食了市面上的一大波股份 两人的所有股份加起来 几乎已经超过了全部的95% 终于 游戏正式发行的日子到来了 为了这一次的发布会 腾讯从全国各地 甚至还有一些世界其他国家 选择了100名志愿者 进行现场体验 这些志愿者是随即选择的 有华夏人 有亚洲其他国家的人 也有欧洲人 美洲人 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点 就是他们全部都是 VR游戏的骨灰级玩家 他们受到邀请的时候 自然是一脸猛逼 80%的拟真度 怎么可能 身为骨灰级的玩家 他们深知 其中的难度究竟有多大 他们当然也有想过 有朝一日出现一款这样的游戏 但是 那简直是梦想中的事情 至少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腾讯居然说 他们做出了一款这样的游戏 甚至还邀请他们进行体验 有的人带着兴奋和期待 有些人带着疑惑和嘲笑 每一位体验者 都怀揣着各不相同的想法 但是在腾讯丰厚酬劳吸引下 他们都来到了是发行的现场 发布会是通过网络 进行现场同步直播的 在直播的现场已经准备了100台设备 正中央还有一个相当大的屏幕 在游戏中发生的一切都会被投射在这个屏幕上 直播开始的时间是7点半 但是不到7点 观众们已经将直播间挤得水泄不通 很多人当然并不是冲着这样一款游戏来的 而是看笑话来的 有没有大佬来说说看 这80%的拟真度有多少的可信度 这完全就是扯淡嘛 视觉体验确实能达到很高的拟真度 但是要创造出痛觉触觉和其他感官 这可不仅仅只是依靠计算机技术就能达到的 支持楼上坐等看腾讯笑话 我打赌 那些来参加体验的人一定都是托 at马腾 给我一笔钱 我也可以去给你做托的 不不不听说 这次这款游戏 还有方院长加入进去了 你们别忘了 那一位大佬可不是一般有钱的 有钱有个屁用 有钱能买到技术 你让他给我买个光速飞船来试试看 这根本就是时代的科技限制好不好 不要再无脑吹了 马总 你觉得过一会儿 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方爵宇和马腾两个人 在直播间不远处的一个房间里 美滋滋地喝着咖啡 不知道 反正一定是很精彩就对了 亲自体验过的马腾 对这一款游戏根本没有半点怀疑 只要是尝试过的人 绝对第一时间就会被俘虏 他也不例外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是这一场直播 征服了所有的体验者 他们也会被当做托的 方爵宇问道 哈哈哈哈 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我早就已经想办法解决了 马腾指了指每一台设备边上的 一个小型仪器 知道那是什么吗 啥玩意 方爵宇还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些东西 这一器能测量人体的疼痛感 并且通过具体的数字来进行分级 是我托人从医院里搞来的 马腾说道 还有人体温度 心率各项指标的测试 通过那些仪器的反应 就能证明很多问题了 厉害 方爵宇竖起了大拇指 在有些地方 他确实比不上马腾 七点半终于到了 一位美女主持人 走到演播室的中央 他率先对这一款游戏进行了介绍 但是有了铺天盖地的宣传 这介绍就显得相当没有必要了 今天呢 我们开辟了一个小型的战斗地图 女主持人对着那大屏幕说道 屏幕上已经出现了一片地形 极其复杂的戈壁战场 100名体验者将在这一片战场 展开一场混战 除了痛觉 温度等等负面感官 降低到了10% 其他的拟真度都在80%左右 各位观众完全可以通过现场的仪器 来判断游戏宣传的真实性 厉害啊 这腾讯还想得挺周到的 用仪器来说是 这绝对比那些体验者的话 要来地可靠得多 他们好自信啊 难道真的弄出了这种VR游戏 不会吧 应该也是噱头吧 要是真弄出来 那游戏界不是翻了天了 这可不仅仅只是游戏界的事情 100名志愿者 带着紧张又兴奋的情绪 走上了体验区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他们纷纷戴上了 那充满了科技气息的头盔 等待着游戏的开始 100名志愿者 已全部就绪 工作人员反馈道 游戏开启 随着设备的同时启动 所有的志愿者眼前一黑 等到再度亮起来的时候 他们的眼前出现了 与投影上 那几乎一模一样的戈壁滩 第211章 我没想赚钱 新德是一位来自 北美洲的游戏发烧友 他更是一名 枪战类游戏的职业玩家 虽然他已经退役了 但是市面上流行的 各种枪战类游戏 他都有射裂 但是那些VR游戏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设备 仅仅只是一台眼罩 一把枪械的模型而已 至于模拟出来的效果 就非常搞笑了 无论是枪械的后座力 精准度 还有其他的属性 都一言难尽 低廉又无聊 但是 当他踏进这一个游戏地图的时候 他立刻就感觉到了 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首先 这戈壁滩特有的干燥和炎热 直接让他的体温 发生明显的变化 他踩了踩地面 那坚硬的触感 和刚才完全不同 要是他没有记错 刚才自己脚被固定在了座椅上 应该是不能动弹的 这就说明 这种触感 并不是来自于自己的身体 而是通过其他的手段模拟出来的 快看 他们的体温全部开始上升了 现场有人注意到了 那些仪器的是数 还有他们的心率 都在上升 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他们真的到了一片戈壁滩上 语言可以骗人 但是仪器的数据 是不会骗人的 这里有武器 辛德在身后找到了一个小型的补给营地 营地里只有步枪 手枪 散弹枪 狙击枪 以及手雷等一类的武器 他抓起了一把步枪 手中传来的金属质感 和那浑厚的重量 让他目光眼神微微一变 在业余期间 他也是一个射击俱乐部的成员 这种枪械 他在俱乐部里体验过 重量和手感几乎一模一样 这真的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吗 辛德问自己道 渐渐的所有人都从熟悉自己身体的状态中恢复了过来 他们并没有提前进行过训练和尝试 这种逼真的体验 甚至让他们怀疑 一旦被子弹击中 会不会真的就这么死了 两侧的营地相距仅仅几百米而已 辛德一个人借助着地形 朝着地方的阵营缓缓靠近着 突然 他看到了一个敌方的成员 也正在小心翼翼地朝着他们的方向接近 辛德取下了自己身后的狙击枪 瞄准了对手 轻轻地扣响了扳机 碰 巨大的后座力重重地顶在了他的肩膀上 几乎与此同时 那个敌人的胸口炸开了花 只是血液似乎被游戏的系统给和谐掉了 6666 好枪法 界面上滚动出现了一条条弹幕 有心人注意到 刚才那个被击中的人所连接的痛觉感应器上 在那个瞬间出现了一个20的数字 这个数字的痛觉 相当于被注射器在身上扎了一下而已 这是被子弹命中胸口后 削弱了90%的痛觉所造成的效果 那被淘汰的人猛地睁开了眼睛 刚才在游戏中体验到的痛苦 在退出的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宛如一次长梦境 而他的身体指标除了心率有些快之外 其他都非常正常 看来我们已经有一位体验者 已经结束了 这次的体验了 让我们来采访一下他的感受吧 美女主持人走到了那些 还一脸震惊的年轻人面前 请问一下 您对这一次的游戏体验 有是什么样的评价呢 那个年轻人 似乎还没从刚才的体验中回过神来 他摸了摸自己的胸口 似乎是在检查刚才的子弹 到底有没有穿透他的胸膛 但是他的身体 没有半点问题 太 太不可思议了 就这么短短几个字 已经彻底说明了 这一款游戏 给他带来的震撼 他原本也是 带着看热闹的心态来的 若不是真正体验过 他也绝对不会相信 刚才的那一切都是真的 很快 接二连三的体验者 也纷纷被淘汰 他们的表情几乎如出一辙 最重要的是 那些仪器上显示的数据 完全反映了 他们在游戏中的真实情况 加入直播间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一部分人 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一下 这一款神奇的游戏了 但是依旧有一部分人 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毕竟那些仪器 也都只是人类的工具而已 既然是工具 就能被控制 但是这个时候 腾讯再度丢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从明天开始 腾讯会在全国各大城市 设立免费体验点 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体验中来 一个晚上 一传十十传百 消息仿佛辐射一样散播了开去 甚至还没有到第二天 已经有人开始在那些体验店排队了 一切就如同腾讯所说的那么神奇 而那些所谓专家的评论和质疑 无疑更是一则效果爆炸的广告 游戏设备的价格并不便宜 普通的版本体感能达到70% 售价5999 强化版本的体感高达80% 售价6999 但是实际上 这一款设备的价格 仅仅只是和一台配置稍微高一些的电脑相当而已 不仅如此 腾讯后续还会发布越来越多的游戏 甚至不需要更换设备 就能体验到 当然 为了赚取更多的钱 马腾自然是在充值的部分 花了不少的精力 那些玩家们自然会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 十万台游戏设备 不到一天的时间全部售庆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 所有的工厂都开始了没日没夜的赶工 这一款VR游戏的诞生代表了什么 这代表着游戏行业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世界上出现了一款这样的游戏 谁还会去玩其他的游戏 各大游戏公司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 立刻将技术部分召集到了一起 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创造出一款这样的游戏 需要多少的时间 但是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十年已 这样的技术是不可能出现的 十年的时间 在游戏的竞争上早就可以把那些公司拖垮了 十年的时间 腾讯早就能站在游戏行业的顶端了 甚至 他们还可以将 这项级技术运用到互联网的其他途径 腾讯的崛起势不可挡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的技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超越了这个时代十年的技术 难道是外星人给的吗 整个互联网行业一夜之间 就变得一片鬼哭狼嚎 一个晚上 腾讯的股价开始了飞速的上升 原本蒸发掉的市值 就像是魔术一般重新回归 甚至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30% 甚至这个势头 还一直都没有停下来 第三天 腾讯的市值翻倍 第五天 总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 第十天 达到了6000亿美元 甚至以一个迅猛的攻势 朝着微软发起了进攻 这几天 马腾脸上的笑容 就没有消失过 虽然他的持股比例大大减小了 但是他所拥有的股份 所代表的的价值 短短几天翻了数倍 最重要的是 他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 方先生 恭喜恭喜啊 马腾将这个数据告诉了方绝宇 他恐怕才是 这一场博弈中最大的赢家了 有什么好恭喜的 方绝宇的声音 平静无比波澜不惊 我当初只是想着玩游戏和花钱而已 我没想赚钱 第212章 华夏首富 一个月的时间 腾讯的总市值 水涨船高 直接突破了8000亿美元的大关 面对如此迅猛的势头 其他的互联网公司 几乎没有任何的招架之力 很快 腾讯又接连开发出了好几款不同的游戏 当然 这都是一些场景较小的网络游戏 但是据知情人士透露 腾讯正在亲力打造一款 巨大的角色扮演类型的游戏 这一款游戏 会有各种精美的地图 完善的系统 甚至能让玩家体验到第二世界的乐趣 这对于市场的冲击力 是前所未有的 只要有能力买得起设备的人 绝对会不遗余力地 投身到这一款游戏中 在股价大涨的形势下 马腾的个人资产发生了暴涨 直接就超越了杰夫 贝索斯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的第一名 不算别的 仅仅只是他持有的腾讯的股份价值 就超过了杰夫 贝索斯个人资产的两倍以上 虽然方觉宇拥有的股份比马腾更多 但是要知道 方觉宇在收购腾讯的股份的时候 可是拿出了很大的一笔资金 官方预估 方觉宇的资产可能略逊于马腾 所以他暂时屈居第二 马老板是首富 我替我老公第一个不服 卧槽 有没有搞错 这玩意到底是谁评价的 数学是语文老师教的吗 到底是什么白痴才会觉得 方院长的产业仅仅只有腾讯的股份 站出来挨打 这一条新闻的评论下 几乎是人人都在为方觉宇抱不平 但是没有办法 除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方觉宇到底有多少的资产和企业 也无从评估 就在那些评估员们 因为舆论压力 有些手忙脚乱的时候 马腾第一个发生了 我觉得福布斯排行榜的排名 存在一些错误 我想我个人排在第二名 应该会更加合适一些 此言一出 顿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 这马腾就是在公开承认 自己的资产比不上方觉宇啊 福布斯杂志的编辑们正在讨论 要不要重新修改排行榜 另外几条消息 顿时又出现在了网上 据知情人士透露 方觉宇曾在几个月前 出现在联华集团总部 拥有集团71%股份的董事长 声称自己的所有股份 仅是待他保管 希尔顿集团的希尔顿先生发言 方先生也是希尔顿集团的股东之一 其持股数量不便透露 方觉宇先生 现身英吉利女王生日宴 并且与英吉利女王共坐一车 方觉宇先生 为华夏雷霆科技的法定代理人之一 持有70%的股份 方觉宇先生 为海力集团的股东之一 持股28.7% 王从 我知道这个狗贼 绝对是世界首富 但是我不说 渐渐的 方觉宇的各项资产 一个个被爆了出来 这一项项累积起来 甚至都超过了 他持有的腾讯股份 我的天 到底还有多少东西 是方院长呢 妈呀 我疯了 院长 你的公司还去人管理吗 我去 这群人都在搞事项 方觉宇在家里坐不稳了 曾经一些同学的消息和电话 已经都快把他的手机给弄炸了 他只想低调一个做一个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 这怎么就这么难呢 他花了这么多钱 买下了腾讯的股份 也真的只是想赶紧花掉一大笔钱好 完成任务 但是天知道才过了没多久 这花掉的钱居然全部回来了 而且还更多了 这就是科技的威力吗 知道犯错的 福布斯 杂志 立刻重新将锁人有排序了一番 而方觉宇 以超过5000亿美元的预估资产 毫无疑问地登上了榜首 切 才5000亿美元 连这狗东西十分之一的资产都不到 王从事最知道方觉宇的实力的人 顿时又看热闹一般的 在自己的微博里发道 你要是再废话 我就把你爸的百搭给买下来了 方觉宇立刻在评论下威胁道 有本事你买啊 你要是买了 你的资产就又要暴露了 王从唯恐天下不乱地调侃道 完了 这下瞒不住了 方觉宇丢掉了鼠标 他也想低调啊 可是实力不允许啊 也不知道他爸爸和爷爷 他们到底是怎么瞒下来的 方觉宇拉开了窗帘 也不知道是谁暴露了他的住址 只见大量的记者 汇聚在了江南别院俄门口 估计他只要一出去 就会瞬间被疯狂的记者给包围 华夏出了一名世界首富 这可不是一件事 绝对能在热搜榜上待好几个星期 甚至他周边的人都要被记者骚扰到死了 好在方觉宇可是拥有一个超神学院的 虽然他暂时还不能和古艺一样 随心所欲地改变自己的身材和外貌 但是一手一荣术也称得上是出神入化 在那些记者的眼皮子底下 倒也是来去自如 至于马腾那可就惨了 成天出席一场场记者招待会 他都不知道 方觉宇到底是怎么躲开那些记者的眼线的 总不可能天天都宅在家里不出门吧 临近过年方觉宇也闲了下来 家人都不在这地球上 过不过年似乎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今年估计他就和郭心瑜一起去他们家里过节了 方觉宇的生日是12月26 也正是过年的前几天 往年的时候这会儿都放假了 朋友们回老家的回老家 准备过年的都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一切也都从简了 但是在今年的生日 他却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信件 他很奇怪 这个年代的通讯这个发达 怎么还会有人用这种信件呢 小英姐 这封信是哪来的 方觉宇随口问道 哦 这是今天早上丢在外面的信箱里的 我也挺奇怪的 可能是少爷您的哪个朋友 有一点特殊的爱好吧 方觉宇倒也听说过 有些人在外出旅行的时候 喜欢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朋友们写信 只不过他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他打开了信件 信件中不是用电脑打印的字体 也不是用常见的签字笔写下的字 看起来似乎是用毛笔写的 而且字体刚进有力 一看就知道 有很多年的火候了 致世界首富方觉宇先生 恭喜方先生成为世界首富 在这里代表鼓舞协会 向方先生表达谢意 为了保证方先生的产业正常营业 不受打扰 鼓舞协会每年将收取您收入的30% 作为管理费用 三天后 鼓仓建派将代表鼓舞协会 来收取该费用 望知晓 鼓仓建派掌门鼓如风 卧槽 这是整的那出 看完了这一封信件 方觉宇一脸猛逼 这个意思 难道是在向他收取保护费 还有这种操作的吗 第213章 我的保护费也敢收 方觉宇对于鼓舞的那个世界 了解的并不是很多 鼓一他们 与这些鼓舞门派 和鼓舞世家的接触 也少之右手 唯一有过交集的 就是那白家了 白如海吃了方觉宇炼制的丹药 早就已经痊愈了 现在已经回到了江南别院的住所 而白游的武学进展 也是一日千里 整个白家 现在除了他父亲白寻 也没有任何的对手了 白游立下誓言 学校里的一切都不能告诉外人 所以 白家 把他的那些成长 全都归功于了方觉宇的教导 现在整个白家 对于方觉宇 简直是奉若神灵 白家的人告诉方觉宇 他遇到的事情并不奇怪 这也是鼓舞门派中的 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了 鼓世家和鼓舞门派 同样也需要发展壮大 他们的建筑 弟子的日常修炼 这都是非常消耗资源的 所以他们每年的支出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鼓舞世家和门派们 一般都在世俗里 经营着不少的产业 这些产业涉及各行各业 而管理人员 一般都是这些世家和门派的弟子 或是核心成员 两者一方提供保护和后台 一方则是提供资金 算是一个合作互赢的局面 但是这并不能完全满足 他们的日常需求 这些资源仅仅只够 他们日常消耗保持屹立不倒而已 若是想要谋求更加繁荣的发展 那就需要更多的资金 这就是他们的手段之一 华夏境内 只要是稍微有一些名望的企业家 他们的背后 几乎都有一个鼓舞家族 或者鼓舞门派的影子 要知道 那些家族和门派 往往有很大的能量 即使不出世 在世俗中 也往往拥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对于一些企业的兴衰 他们甚至能做到 随心所欲的操控 所以 这种类似于收保护费的行为 就诞生了 当然 很硬气的企业家 选择过拒绝 但是接下来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 甚至有些态度过于强硬的 更是遭到了威胁 最后就再也没有人反抗过了 这些鼓舞门派和家族 相互成立了一个鼓舞协会 这鼓舞协会的能量更是庞大 对于他们进行直接管理的 也就只有华夏一个叫做舞步的部门 鼓舞门派中 强者辈出 甚至完全不弱于国家掌控的那些异能者 因此很多时候 国家也需要使用到他们的力量 只要他们做得没有太过分 舞步的人 也几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方先生 如果舞者协会真的给你 发出了这封信件 你还是按照他们说的做比较好 白如海建议道 哦 如果我不照办 会有什么麻烦吗 方觉宇颇有兴趣地问道 他们寄出信件的时候 只是通知你这一件事 若是第一次上门 他们没有收到管理费 你就会受到一次严重的警告 这警告 可能会是破坏你一部分的财产 比如说一辆车 但是如果第二次前来 他们还没收到管理费 那受伤的 可能就是你了 这么不讲脸 方觉宇颐皱眉 不管是谁 这钱也是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 这种行为和抢劫 又有什么分别呢 方先生 虽然你已经是一名暗镜高手了 但是千万不要小看任何一个鼓舞门派 怎么说 若是要成立一个鼓舞门派 首先就要有非常深厚的底蕴 并且还需要一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那就是 门派里必须有一位先天舞者作证 先天舞者 方觉宇的脸色稍微一变 这先天舞者 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大陆货色 他们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SSS级的异能者 甚至逼近一位前缘者了 这样的高手迄今为止 方觉宇 还从未在自己家族的实力范围以外遇到过 没错 因为先天舞者的实力 可是远远超出了常人的想象 要是他们亲自出手 那估计这件事就不会善了了 所以我 还是建议方先生 按照他们说的话来做 30%的个人收入 其实并不算太多 我知道了 谢谢您告诉我这些 方觉宇挂掉了白如海的电话 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的保护费 也有人敢收 不说方觉宇现在的实力 先天以下无人能敌 就算真的来了先天高手 古义一个人就能做得他们 连亲妈都认不出来 他打了个电话给马腾 马腾告诉他 他的腾讯在正式挂牌 上市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交纳所谓的管理费了 第一次他 直接把这些人成了疯子 作为一位富豪 谁身边没有几个身手不凡的保镖 这些人 估计也就是一些混混们聚在一起成立的小帮会 难道还真的翻了天不成 但是马腾没有想到 那些人根本就不是正常人 简直是怪物 第一次来收取费用的人 是三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们打扮得古风古色的 言语谈吐之间也和常人不大一样 但是他们一出手 就直接把他的两个保镖 打得重伤倒地 要知道 他的这两个保镖 可是个个身手不凡 一个人打一二十个训练有素的普通人 根本不在话下 但是却几乎是被一招秒杀 马腾有报过警 但是人家居然告诉他 这件事情管不了 无奈之下 他询问了几个朋友 多方打听之下 才了解了相关的事情 最后 他还是选择了顺从 每年都交出去一笔不菲的管理费 方先生 你千万不要试图去反抗他们 他们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马腾再三叮嘱道 方觉宇含含糊地答应了过去 要他交保护费 做梦吧 他去收取这些门派的保护费 那还差不多 方觉宇随手将那封信 捏成一个纸团 丢进了垃圾桶里 他压根没把这所谓的鼓舞协会 和什么鼓仓剑派放在眼里 爹 方觉宇手机响了一下 看这家伙 最近也闲下来了吗 消息 是王从发过来了 老方 有空吗 带你去一家新开的饭店 保证你从来没吃过 这么美味的食物 真的假的 方觉宇将信将疑 他的厨师团队 都是世界顶级的 这一点 王从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他居然还敢说这样的大话 难道那饭店的厨师 比自己的厨师还要更厉害 当然是真的 要是比不上你家的饭菜 我把我小兄弟剁下来给你 王从诅咒道 行了吧 你的小兄弟 还是留着找女人吧 我可没用 方觉宇露出了比翼的眼神 说个时间地点 不用了 我明天已经预约了那位厨师 我明天下午直接来你家接你 咱们一起过去 行 那明天见 第214章 差了点韵味啊 到了约定的时间 王从已经在江南别院的门口 等着方觉宇了 那些记者们 真的堪称顽强 这么多天 居然都没有 要散去的意思 没过一会儿 一个穿着风衣 带着墨镜的年轻人 从小区里走了出来 他摘下了墨镜 带着沈氏的目光 朝着那群记者瞥了一眼 记者们仔仔细细 看了那个青年一眼 确定并不是方觉宇 随后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那个年轻人 走出了江南别院之后 静止走上了 停在路边上的 一辆阿斯顿马钉 你谁啊 王从还在盯着小区门口 正在思考着 方觉宇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杀出记者的 层层包围溜出来 这突如其来 关车门的声音 就打断了他的思绪 是我 青年在自己的脸上 一阵摸索 从自己的脸上 抠下了一块块肉色的固体 重新恢复了方觉宇 那一张帅气的脸 还是要与时俱进啊 这古代的易容术 加上现代的化妆术 简直就是无敌 方觉宇不屑地 看了一眼那群记者 还想赌我 等下辈子吧 王方 你这一手厉害啊 要不是方觉宇 自己卸去了伪装 除了那声音之外 他还真认不出 这就是方觉宇 哈哈 雕虫小剑 我们走吧 别说我不给你面子 今天可是世界首富陪你吃饭 要是换作比尔盖茨 你可是要裸娟 才有这样的荣幸的 方觉宇开玩笑道 放心 今天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王从倒是信心满满 那一家店的厨师 绝对比起方觉宇的私人厨师 都要技高一筹 这一家饭店的位置 似乎并不是在江南市的闹市区 而是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小弄堂里 王从的阿斯顿马丁 停在了一个 看起来像是古时候客栈的建筑物前 方觉宇看了一眼 从这里进进出出的人身上的衣着 从款式上都相当普通 甚至朴素到有些复古 但是只要仔细看 就不难发现 这寻常朴素的衣物 根本就不属于任何的品牌 而更接近于手工缝制的 嘿嘿 这一家饭店可不一般 王从神秘地笑了起来 你别看这些人其貌不扬 一个个来头可都大得不得了 随便喊一个 都是高级干部 或者是你某个企业的退休老总 这么厉害 方觉宇有些惊讶 这么看来 这一家饭店的老板也来头不小 或者说是本事通天了 这家酒店叫做林仙居 他们这儿的菜肴 全部都是用古法烹饪的 在口味上绝对超出你的想象 价格不便宜吧 方觉宇笑道 那是肯定的 这一家酒店的老板很有意思 那些干部们来这儿吃饭 价格几乎就像是 普通的食堂一样便宜 但是其他人来这儿吃饭 那价格就是百倍千倍往上翻 就算是一道最普通的炒青菜 价格都要上千呢 王从说道 当然 你这样的世界首富来这儿吃饭 这点钱也不会放在眼里的对吧 哈哈 那我倒是真的要看看 这里的饭菜 究竟值不值这个价格了 方觉宇笑道 方觉宇跟着王从 走进了这所谓的林仙居 因为已经有了预约 一位服务员直接带着他们 走进了一个雅致的房间里 菜都是提前点好的 两人才做了不到十分钟 一道道菜就送了上来 除了服务员之外 还有一个厨师打扮的人 嗯 还是个练家子 方觉宇从那一位年轻的厨师身上 感觉到了一些生物电流的波动 看起来应该是一位 暗尽实力的高手 这林仙居有点意思 方觉宇微微一笑 两位客人您好 我是二位今天的厨师周冰 我做的菜 都是通过特殊的手法做出来的 一定会让两位 有非同寻常的体验的 这个叫周冰的厨师介绍道 周冰的一身内力 并不是来自于什么鼓舞世家和鼓舞门派 完全只是一些个人的奇遇而已 但是他这个人 却不喜欢打打杀杀的 唯一有兴趣的事情就是烹饪 有一次 他发现 烹饪居然还可以和自己身上的内力结合在一起 这种手法制作出来的食物更加入味 于是他就在这个地方 开了一家叫做林仙居的饭店 整个饭店的厨师 都是他一手教出来的 因为今天有方觉宇 这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 所以周冰 才特意准备了这一桌菜肴 王从只来这吃过一次饭 而且还只是其他厨师做的 他也没有想到 方觉宇居然面子这么大 把周冰这一位很久都不亲自 给客人做法的老板都给惊动了 想必比起那些厨师 这一位老板的手艺 应该更加让人赞不绝口吧 周冰一道道菜地介绍了起来 虽然这些菜品从卖相上看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那香味确实让人有些迷醉 最后的一道红烧鲁鱼 是周冰最拿手的菜 王从动了一筷子 那鲜美的鱼肉和香浓的汤汁 让他简直赞不绝口 方觉宇也食欲大开 他夹起了一块鱼肉 放进了嘴里 味道确实不错 说实话 比他家里的那些厨师 更胜一筹 如果是几个月前 他绝对会给出非常高的评价 但是自从他跟着中华小当家 学了几手厨艺之后 这红烧鲁鱼 在口感上确实无可挑剔 但是却少了点什么 方先生 怎样 周冰满怀期待地问道 还可以吧 但是似乎少了一点韵味啊 方觉宇给出了一个 非常重肯的评价 你用的材料非常新鲜 火候也很到位 但是却少了心 所以 这一道菜空有细腻的口感 却还没有做到完美 甚至算得上有些失败了 周冰顿时脸色一变 自从他用这种方法做菜以来 就算是在挑剔的时刻 都对他的手艺赞不绝口 他自认为自己的厨艺 已经挑不出任何毛病了 但是在方觉宇口中 怎么就变成了失败品力量呢 难道就因为方觉宇是世界首富 所以他的嘴巴就比别人高贵 所以就更加苛刻 难道方先生吃到过 比我做出来味道更好的菜吗 周冰压制自己心中的火气问道 那自然是吃过的 否则我也不会给出这样的评价了 方觉宇笑道 那不知方先生是在什么地方吃的 能否让我开开眼界 你想尝尝吗 方觉宇站了起来 去厨房吧 周冰一愣 您是打算自己动手 方觉宇微微汗手 没错 我想尝过了我做的菜 周先生就能了解到 用心与为用心 是什么样的差别了 第215章 跟我学做菜吧 老方 你还会做菜 王从认识方觉宇都快半年了 但是还从来没有见他下过厨 他做出来的东西 不是黑暗料理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更别说和周冰这样的厨师相比了 我会的东西多着呢 方觉宇说道 按摩推拿 活血阵骨 开锁算命 修表贴膜 我样样精通 你知道个屁啊 行 那我就看你露一手了 王从被方觉宇这话逗乐了 周老板 不介意 我们用一下你的厨房吧 当然不介意 我正想看看方先生的厨艺 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 这么了得呢 周冰在方觉宇的手上 瞟了一眼 他的手掌上一点老茧都没有 一看就知道 不是经常拿到颠勺的 这样的人 就算是真的会做菜水瓶 也可想而知 更何况 方觉宇作为一名亿万富豪 肯定都是有自己的私人厨师的 这种人会亲自下厨做饭 那也未免是天方夜谈了 他根本就不相信 方觉宇 能够做出比他更加美味的菜肴出来 林仙居的厨房布置得相当整洁干净 现在正是整个饭店生意最好的时候 厨师们都在忙碌着 从他们切菜的手法上 方觉宇看到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 他们的刀工 并不像是寻常的厨师那样 凌乱随意 反而多了一些章法在其中 周宾做菜的地方 并不是和其他的厨师在一块的 而是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厨房 因为他做菜使用的刀 锅 铲 铲都是特制的 方先生不介意 我在一旁观看吧 周宾问道 当然 周老板要是有兴趣的话 自然是可以在边上看的 方觉宇扫了一眼这个厨房 所有的工具一应俱全 这周宾确实是一个相当专业的厨师了 这样吧 我也做一道红烧炉鱼如何 方觉宇看向周宾 请便 周宾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他倒是想看看 方觉宇到底要做 怎么才能做到所谓的有心 其实方觉宇根本没有要找周宾麻烦的意思 更没有想要当杠精的意思 只是看到了这个不太平凡的年轻人 有了一些想要招他进超神学院的心思 所以自然是要露一手 才能征服他了 看好了 方觉宇对着池子里的鱼翼伸手 西长 一股强劲的生物电流 从方觉宇的掌心席卷而出 那正在池子里游动的鲁鱼 就好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了一般 被他吸到了手掌心里 他也不是个普通人 周宾眼神一变 刚才那一招他虽然也能做到 但是绝对没有方觉宇这么轻松自如 这一位福布斯排行榜上的第一人 居然还是一位鼓舞高手 他对着边上的菜刀如法炮制 脚步都没有动就将三米开外的菜刀握在了手中 他将鲁鱼往天空中轻轻一抛 独孤九剑 一把普普通通的菜刀 在方觉宇的手中 居然变成了无间不摧的神兵力气 那一片片鱼鳞 精准无比地被方觉宇 从鲁鱼身上剥落 但是却丝毫没有 伤害到鱼肉的部分 尼玛 这到底是在干嘛 用独孤九剑包鱼鳞 王从虽然是个普通人 也不知道方觉宇使用的 到底是不是武侠中的独孤九剑 但是他确定 方觉宇绝对不是在乱挥乱砍 最震惊的要数周冰了 方觉宇的这一招剑法 简直精确到了极点 不说别的 光是那明锐的洞察能力 就不是寻常鼓舞高手能够媲美的 啪 鲁鱼落在了砧板上 身上的鱼鳞已经片片剥落 但是整个过程只持续的几秒钟 那鲁鱼依旧还生机盎然 葱姜蒜等各种佐料 在方觉宇的刀法下 纷纷变成了均匀的碎木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是在表演什么杂技呢 方觉宇的刀法 虽然花里胡哨 但是他的做法 却只是寻常红烧鱼的做法 当那暗红色的汤汁 在锅里沸腾的时候 一股浓郁的香味 顿时充满了整个厨房 方觉宇拿起了那一条鲁鱼 在下锅之前的片刻 用自己的生物电流冲击到鱼肉中 原本紧致有弹性的鱼肉 一瞬间变得疏松 却不不适口感 接下来便是红烧酱汁入味的过程 在内力的作用下 汤汁彻底和鲜美的鱼肉 融合在了一起 那充满诱惑力的色泽 让王丛不由地咽了一口唾沫 终于 在两人望眼欲穿的目光下 那一条鲁鱼出锅了 王丛迫不及待地拿起来筷子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塞进了自己的嘴巴里 折什么急 乐死鬼头太暗泥 方绝宇笑骂道 当鱼肉入口的一瞬间 王丛的目光瞬间变了 他仿佛感受到了一阵扑面而来的 大海的气息 这一片气息 不仅没有任何的腥味 反而充斥着一股 清新淡雅的芳香 这种感觉 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他的双手都情不自禁地紧握在胸前 那画面简直像 急了一个犯中二病的少年 真的这么神奇 看到了王丛的表现 周斌也变得好奇了起来 他也加了一口鱼肉 放进了自己的嘴里 那一瞬间 他居然也露出了 几乎与王丛同样的表情 仿佛这一道菜里 有一股神奇的魔力 影响着他的视觉 味觉还有听觉 周斌做菜的老师 曾经教导过他 能够征服人类的味觉 这只是 一名厨艺大师的开始而已 如果能做到改变人的视觉 甚至其他感官 那才是一位厨师 梦寐以求的境界 现在 他仿佛看到了这个 能帮助他 成为一名顶级厨师的人 怎么样 感受到那股韵味了吗 方觉宇面带微笑地看着周斌 他所说的用心 其实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而已 一个真正的厨师 是可以将自己的意念 融入到菜品当中的 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股强大道 足以影响到 其他人的精神力而已 当然 要是想要做菜 达到这样的境界 不仅需要一心一意 将内心投入到每一个步骤中 拥有很深厚的修为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世界上 才找不到那么多真正的厨艺大师 周斌此刻 看向方觉宇的眼神 已经充斥着 一股崇拜和狂热 想学吗 方觉宇笑道 想 周斌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虽然从年龄上方觉宇 还要比他小一些 但是这个世界上 从来都是打者为师的 那我教你啊 方觉宇看着周斌的眼神 就知道 他的超神学院 又将多出一名新的学生了 第216章 我有起床气的 这一次 方觉宇不仅把周斌 送进了超神学院 准备把王从也招了进去 超神学院的神奇 让两人惊叹不已 而方觉宇的二级权限任务完成度 也终于达到了 5 100000 唉 依然是道足且长啊 方觉宇叹了一口气 要集齐十万名追随者 哪里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他甚至都想直接在自己的微博上 公开招生了 只不过现在的超神学院 一共就这么几个人而已 势单力薄 空有一群强悍无比的老师 却没有几个学生 影响力实在是太弱了一些 方觉宇需要一个机会 能在超神学院打出名声的时候 被大众所认可接受 这样的话 要凑齐十万个追随者 应该就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了 平静无比地度过了两天 方觉宇都快要把上一次的保护费通知单忘记的时候 还是有人找上门来了 少爷 有人来了 方觉宇还在睡梦当中 古异的声音顿时将他从睡梦中惊醒 谁啊 大清早的 让不让人安上啊 方觉宇一看时间 才五点半而已 昨天夜里和王从他们 开黑到了两点 他没练功 就直接睡着了 现在还困得要死呢 方觉宇有一个很大的毛病 那就是 起床期非常严重 曾经高中的时候 他在教室里午睡 一不小心睡过头了 副校长来检查五间学习的情况 发现了正在睡觉的方觉宇 直接用手指 在他桌子上敲了两下 被吵醒的方觉宇 直接就站了起来 一副要打人的样子 迷迷糊糊之间发现 眼前站着的 居然是副校长 顿时就怂了 有人搅和了他的美梦 这怎么能不让他生气 少爷 来了三个人 两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穿着长袍 身后背着剑 古异说道 应该是那个什么 所谓古仓剑派的人 神经病 真的来找我收保护费了 方觉宇擦了擦眼时 郭新鱼还在熟睡 似乎没有发现 方觉宇已经醒了 少爷 需不需要我把他们 直接丢出去 不用了 我自己来 方觉宇的起床气 可不是一般的重 正好一肚子的气 无处发泄呢 总得找一个宣泄口 来出出气吧 方先生 古仓剑派股东前来拜访 就在方觉宇 正打算起床的时候 一道声音伴随着身后的内力 直接从别墅外传来 就连郭新鱼都被惊醒了 嗯 出什么事了 郭新鱼伸了个懒腰 露出了睡衣下 纤细迷人的腰 方觉宇在他脸上 轻轻吻了一下 可能是爱收破烂的吧 你继续睡 我下去看看 郭新鱼满头都是问候 这种高档的别墅区 还会有收破烂的人进来 不过他也一点都不担心方觉宇 他的手段可是多着呢 不管是什么情况 都不可能让他有危险的 MD 大清早起来就要打发疯子 方觉宇穿上了拖鞋 穿着短裤背心就走了出去 虽然已经是一月份了 但是生物电流 已经堪比刚进高手的他 根本无惧这点寒冷 嘎吱 方觉宇推开了别墅的大门 只见三个穿的像是在costway的人 正站在他的别墅门口 两个年轻人 穿着一身白色长袍 在那个中年人 则是一身黑色长袍 他们的背后 各自背着一把长剑 看起来甚至还真有几分 先锋盗鼓的模样 只是他们的神情 都显得十分巨傲 甚至给人一种 鼻孔朝天的感觉 难道这所谓的鼓舞门派 都自认为高人一等 两个暗境巅峰 一个刚进初期 这鼓仓剑派比白家 还真强了不少 方觉宇一眼就看出来 这些人的实力 整个白家 也就是年龄 已经七十多岁的白如海 达到了化境中期而已 由此可见 鼓舞门派 还是比这些普通家族 更有底蕴一些 哗啦啦 方觉宇丢出一把硬币 撒在了地上 不用耍了 你们去别处吧 我还要继续睡觉呢 家里就这么点零钱了 带头的中年人 眉头微微一抽动 这方觉宇 难道不知道 他们是来收取管理费的吗 怎么看他的样子 似乎把他们 当成了卖艺的 中年人沉不住气 那两个人年轻人 可就忍不了了 他们鼓仓剑派 也是鼓舞协会中 有头有脸的大门派了 行走在世俗中 哪个企业的老总 赶不给他们面子 他们什么时候 受到过这样的侮辱 师父 他分明是在找事 其中一个年轻人 忍不住了 别着急 中年了摆了摆手 他可能刚刚睡醒 没有听清楚 刚才为师的内力传音 方先生 中年人拱了拱手 在下是股仓剑派掌门 座下六长老股东 今天是来收取 方先生今年的管理费的 相信方先生已经准备好了 不会让我们为难吧 你们是神经吧 方绝宇不满地嚷嚷道 大清早地 在人家家门口乱吼乱叫 我有起床气的 现在我心情很不好 赶紧给我滚蛋 不然我就喊物业了 什么 这一下就连中年人的脸色都变了 他客客气气地说话 方绝宇居然开口 就是粗鄙之语 还说自己有起床气 真的以为他们骨仓剑派 是路上那招摇撞骗的小组织 方先生 我们的信件 你应该已经收到吧 废话当然收到了 方绝宇根本没有想要和他们装糊涂的意思 哦 我想起来了 你们就是那个骨仓剑派的人啊 两个年轻人 已经在心里骂了方绝宇十遍了 感情他们刚才自爆加盟了好几次 方绝宇全部都当做耳边疯了 那方先生的管理费 可是准备好了 中年人强压着心中的怒气 再一次问道 方绝宇可不是寻常的富豪 毕竟是世界首富 他也不好逼迫得太紧 准备个锤子 方绝宇语出惊人 都2020年了 还玩收保护费这一套 你们不知道 现在国家在重点打击社会团伙吗 方绝宇的话 就像是机关枪一样 喋喋不休 这么说 这管理费方先生是不打算给了 中年人的语气也变得冷了起来 甚至一股怒意在他的胸口涌动着 这么不识趣的人 他们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我辛辛苦苦赚了一年的钱 凭什么要分给你们30% 我吃你们家的大米了 我走你们家修的公路了 我呼吸你们家的空气了 到底是谁给你们的人自信和底气 莫名其妙 方绝宇说完就打算关门回去了 这群鼓舞门派的人一定是脑子被门夹了 才会提出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 看来方先生是不知道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了 中年人冷冷地说道 忍起 给他一点警告 第217章 给我赔钱 是 师父 那个被称为忍起的年轻人早就已经忍不住了 他拔出自己身后的长剑 顿时一道冷光从方绝宇的眼前划过 喂 现在是法治社会 你这算是管制刀具吧 信不信我报警啊 方绝宇大喊道 郭躁 忍起向前迈出一步 长剑一挥 一道锐利的剑芒 直接从方绝宇的侧身带了过去 别墅那金色楠木做成的大门 在这一道剑芒下 瞬间被劈成两半 甚至在地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 虽然只是暗尽高手 但是忍起这一招 可是用上了他们骨仓剑派的骨仓剑法 这是一招七级的武学 在现存的古武门派中 已经算是很高级的剑法了 内力深厚的高手 就算是一扇铁门 都能轻松劈开 更不要说区区一扇木门了 这一招无疑拥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曾经骨仓剑派 也正是靠着这一招 吓得很多富豪屁股尿流 这一次只是一个警告 三天之后我们还会再来 要是再剑不到管理费 这一剑就不是砍在门上这么简单了 忍起将长剑插回了背后的剑窍里 居高临下的对方绝语说道 方绝语的嘴唇有些微微发抖 在三个骨仓剑派人的眼中 他们还以为他被一招吓到了 什么世界首富 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而已 充其量 也就是我们在世俗中赚钱的工具而已 股东冷笑道 其实他们听到 华夏出现了一位世界首富的时候 是非常兴奋的 华夏以前虽然有很多有钱人 但是大多数的超级富豪 还是国外居多 类似于鼓舞协会 国外要是有着类似的异能者组织的 他们就算是实力通天 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把手伸到国外去 但是这次不一样 终于有两位超级富豪出现在了华夏 鼓舞协会已经从马腾那 弄到了200亿美元的资金 尝到甜头的他们 自然是又将魔爪伸向了方绝语 只不过他们没有料到 他们惹上的是一个真正的魔王 喂 你们把我家的门打碎了 不赔钱就想走 方绝语的语气变得冷酷无比 一大清早被人扰了清梦 本来就已经恼火无比了 这群人还嚣张无比 一上来就就把他家的门给拆了 现在居然还想一走了之 当他方绝语家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地方吗 赔钱 仿佛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笑话 他们毁掉的车子房子不计其数 还从来没有人敢和他们要赔偿的 对 我这门可是进口的金丝楠木做的 上面的雕花 还是出自大师的手笔 价格60万美元 你们要走 赔完钱再走 方绝语说道 还有 大清早来我家捣乱 我要点精神损失费 不过分吧 凑个整拿100万美元来 40万美元的精神损失费 你也好意思开口 三个骨仓剑派的人不气反小 仿佛方绝语在和他们讲一个笑话一样 很好笑吗 方绝语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一般情况下 他露出这个表情的时候就说明 他真的生气了 上次塞洛特王国的一个什么皇子惹到了我 我要了几十亿欧元的精神损失费 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 我们要走 你又能带我们何 股东说道 如果你想去报警的话 尽管去 看看他们到底管不管我们江湖中的事情 哼 我不让你们走 你们一个也别想走 方绝语走到别墅边上的花坛里 随手折下了一根树枝 在那一瞬间 他仿佛变成一柄出鞘的利剑 所谓行家一出手 便知有没有 方绝语的气息 瞬间让三人浑身的汗毛都树立了起来 仿佛在他们的面前站着的 并不是一个穿着短裤背心人自脱 而且还睡眼心疯的少年 而是一只刚刚下山的猛虎 他也修行过鼓舞 三人心中同时出现了这个念头 但是这个时候 方绝语已经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他们的退路上 速度之快 居然就连股东这一位刚进的高手 没有捕捉到 上 他们本来是想给方绝语一个下马威的 但是没有想到 方绝语居然也不是一个普通人 刚才那一剑根本没有下到他 就算他们下一次再来 方绝语也绝对不可能乖乖地交出管理费 既然这样 下一点重手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蹭蹭 两个骨仓剑派的年轻弟子 纷纷拔出了剑朝着方绝语刺了过去 则则则 速度太慢 漏洞百出 骨仓剑派的看家绝学 在方绝语的眼中 犹如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破剑是 方绝语手中的树枝 犹如利剑一样刺出 精准地打在了两把长剑的剑柄上 一股汹涌的内力 直接涌进了剑身 两把长剑顿时脱手而出 甚至两人的手腕都传出了骨折的声音 啪啪 树枝像是木棍一样 抽在了两个骨仓剑派弟子的胸口上 将两人打飞了出去 好精准地演练 股东惊讶无比 他们骨仓剑派的剑法 本来就是以钢猛迅捷出名的 两个弟子虽然学艺不精 但是在剑法也经营了十几年之久 寻常的华靖强者 都不可能这么轻易就将两人击败 那出招的速度和准确度 绝对是和他一个层次的高手 二十岁出头的钢靖强者 就算是他们骨仓剑派 都从来没有过 现在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方绝语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原来是身怀绝技啊 二十多岁成为了世界首富 又有一身达到了刚进的内力 换做任何人 恐怕都会变得目中无人狂妄自大吧 方先生好本领 难怪不把我们骨仓剑派看在眼里 股东扫了一眼自己的两个弟子 方绝语下手还算有分寸 不然那两下抽下去 就算是不死 至少也要断两根肋骨 方绝语挑了挑眉 把你们放在眼里 你们配吗 这样的行径说白了 和抢劫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哼 这一次算我们栽了 看了方绝语方才那一首 股东也有一丝忌惮 他没有自信 能百分之一百击败方绝语 他真的想不到 到底用了多少的资源和人力 才能培养出这么年轻的刚进高手 恐怕只有门派里那些 在刚进停留了很久的高手 甚至先天高手出马 才有可能稳稳胜过他吧 喂 你们是听不懂我说的话是不是 方绝语将手中的树枝一横 门的钱还没有给 精神损失费也没有赔偿 现在就想走 我没有排面的 二狗子 方绝语大喊一声 汪汪汪 听到方绝语的召唤 二狗子呲牙咧嘴地 跑到方绝语的面前 现在的二狗子 已经有好几个月大了 他的身材 已经完全不比一条成年的金毛小 至于他的力气 反正现在 已经达到了刚进巅峰的方绝语 根本扛不住他一巴掌 二狗子 给我看住门 他们要是不赔钱 一个都别想走 方绝语义正言辞地说道 汪 二狗子冲着三人猛叫了一阵 颇有一种 一狗当官万夫莫开的气势 以为我真的不是你的对手吗 古东那儿受过这样的侮辱 他终于拔出了自己的剑 自从成为了长老之后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真的出手了 但是他的剑法造诣 今时不同往日 你这是在逼我 第二百一十八章 物业 给我把他们丢出去 当古东手握长剑的一瞬间 整个人的气息陡然一变 浑身散发着一股凌厉的气息 他练剑已经三十年有余 绝对不是这两个小辈 区区十几年的功力可以相比的 别说我一老七小 你从地上取一把剑吧 古东并没有马上动手 只是觉得 方绝语以一根树枝对他的剑 赢了也不算光彩 不得不说 这些古武门派的人 把自己的面子 看得还是非常重的 不用了 对付你这点实力的人 有没有剑 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方绝语言语之间 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这几个月来他学的剑法 没有师们也有八门了 从武学分级上 没有一招是低于七级的 在强大的领悟能力 和那些老师的训练下 每一个剑招 早就使得如火纯青 就算是说到了 手中无剑 心中有剑的程度 也不为过 狂妄 古东手中的长剑 可不是什么 普通的破铜烂铁 那可是花了大价钱 请一位大师 千锤万凿锻造出来的 锋利程度 堪称削铁如泥 寒光一扇 古东的步伐 迅猛地朝着方绝语接近 古仓剑法果然 是以迅猛出名 方绝语虽然有一身实力 但是实战的经验 毕竟不算多 这种凶险的招式 让他都忍不住 后退了三步 古东剑 朝朝攻向要害 方绝语看似疲于闪躲 但是渐渐地 他摸清了古东的剑法路数 变得越来越轻松自如 既然你以这种迅猛的剑法对我 那我也就用同类的剑法回敬了 方绝语顿时化手为功 手中的树枝 就像是毒蛇的獠牙一样 出招奇快无比 凌厉异常 仿佛挥舞出了一道剑网 将古东步步逼退 这是什么剑法 古东心中一惊 刚才方绝语完全是没有章法的抵挡 但是一瞬间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剑法之迅猛 更在古仓剑法之上 不仅如此 方绝语的内力 居然比他还精纯浑厚 区区树枝在内力的加持下 居然堪比金矢 圣灵剑法 剑八 没见过吧 方绝语微微一笑 剑八 我怎么从没有从未听说过这样的剑法 那你现在见到了 方绝语手中的剑 忽然从刚才的迅捷刚猛变得很辣无情 与刚才的剑招又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剑十八 糟了 师父被这小子的剑法缠住了 两个人古仓剑派的年轻弟子 第一次见到古东 被一个年轻人逼到这样的地步 方绝语的剑简直快到 让他们看不清 若是换作他们 恐怕一个回合都坚持不下来 去帮师父 两人对视了一眼 重新捡起了剑 然而这个时候 一只浑身黑不溜秋的土狗 拦在了他们的面前 滚开 人气飞起一脚 但是这只狗 居然轻轻松松就闪躲了开来 甚至他们在那只狗的眼神中 看到了一丝不屑 他们居然被一只狗鄙视了 两人顿时怒从心中来 举剑朝着二狗子劈了过去 哇 二狗子后腿猛地发力 居然如同一只野兽一样 朝着他们正面扑了上去 咔嚓 两把金刚打造的长剑 砍在二狗子的毛皮上 居然直接被被绷断了 你妈 你这只狗是练了金中照吗 他们哪知道 二狗子压根就不是条狗 两人愣神的瞬间 二狗子的狗爪 已经重重地拍在了他们的胸口上 这是狗爪吗 就算是熊掌 都没有这样的力量吧 两人顿时口吐鲜血飞了出去 几乎连站起来的力气都不剩了 人气 雨生 股东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的两个青传弟子 居然连一只狗都打不过 我家的别墅 可是装了监控的 我家二狗子 这是正当防卫 你们可别讹我了 方爵宇与股东拉开了距离 随手丢过去一枚避鼓丹 算是奖励了 这是丹药 股东见多识广 一眼就认出来了 方爵宇丢出去的那颗东西 他活了半辈子 第一次听见有人用丹药来喂狗的 难怪这只狗浑身的毛皮刀腔不入 甚至还能打败两个暗境巅峰的人类 就算是他们骨仓剑派 也不是人人都有丹药用的 只有那些核心的底子 每个月才有相当少的份额 毕竟整个鼓舞联盟 一共也只有三位炼丹师而已 而鼓舞们派家族 加起来可是非常多的 僧多粥少啊 这小子背后 一定有人 股东越来越觉得这个 新晋的世界首富 越来越神秘了 难道是哪个不出师的高人 训练出来的学生 喂 你到底赔不赔钱 你要是不赔钱 我过完年 就亲自上你们骨仓剑派去 要了 方绝宇不满地说道 这么大的门派 难道连区区一百万美元都拿不出来 臭小子 你真的以为我没招了吗 股东几乎被方绝宇逼到了绝路 要知道 骨仓剑法 只是他们骨仓派的基础剑法而已 只要是骨仓剑派的底子 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学习的 但是与骨仓剑法配套的 却还有三招很强的杀招 这几招只有核心弟子以上的人才能学习 必须有画镜以上的实力才能施展出来 哦 要放绝招了 方绝宇的表情也变得没有了刚才的玩闹 这显然是股东迫不得已的杀招了 苍之套 股东剑出如胶 剑刃上居然凝聚起了浓郁的剑芒 比起之前人骑那砍碎大门的那一剑 强大了不知知道多少倍 甚至方绝宇都感觉自己的脸上 有一阵阵的刺痛 什么苍之套 我还汗之云呢 方绝宇偏然而起 浑身的生物电流 居然在他的身体周围 凝聚出了淡淡的金色光芒 他的实力已经非常接近先天高手了 甚至他的已经勉勉强强 可以调动一丝微弱的宇宙原力了 仅仅只是一丝 那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算是超过了武侠体系中 武学范畴的高级招数 方绝宇依旧能够勉强是用出来了 圣灵剑法 剑23 一道金光破体而出 股东的剑芒 在这一道金光的面前 就像是纸壶一般脆弱 他居然在这一招剑招上 感觉到了一丝超越了先天高手的力量 这是一招打破了九阶桎梏的武学 方绝宇的树枝 抵在了股东的咽喉处 而股东的手中 只剩下一道剑柄 剑刃已经化作无数的碎片 落在了地上 我是文明人 就不打打杀杀了 我已经用内力封住了你的穴位 三天之内 你别想使用内力了 方绝宇随手将树枝扔到了地上 宿主 这家伙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小一告诉方绝宇道 什么 方绝宇心痛地看着自己被劈成两半的大门 随后拨通了一个号码 喂 物业吗 我是一号别墅的业主 这有三个不明来力的歹徒 拿着管制刀具 冲到我家里来了 你们到底是怎么管的 片刻之后 一群拿着紧棍的保安 气喘吁吁地冲到了方绝宇的别墅里 只见三个打扮得奇奇怪怪的人 相互扶持着 手上还真的拿着管制的刀具 他们顿时吓一身冷汗 这一号别墅里的人 可是现在的世界首富 要是他出了事 他们整个物业公司和保安公司 都要倒霉啊 对不起方先生 这帮人很惊 他们是绕过监控闯进来的 是我们管理不力 您没事吧 算了 我没事 给我把他们丢出去就好了 方绝宇挥挥手 他还真没指望这几个保安 能拦得住骨仓剑派的人 对了 过完年 我会亲自上你们骨仓剑派要赔偿的 给我把钱准备好了 不然我拆了你们的招牌 方绝宇丢下一句狠话 就朝着房子里走去 你 你们想干嘛 骨仓剑派的三个人 都已经受了伤 他们现在的身体 就算是一个寻常小混混 都未必打得过 更别说是一群五大三粗的保安了 干什么 业主说了 把你们赶出去 哎哟 让你们装什么神棍 啊 我可是骨仓剑派的长老 你们怎么赶 哎哟 打的就是你这个什么长老 看你们下次还赶不赶了 第219章 白如海的邀请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好像听到了 有人砸门的声音 方绝宇只不过离开了十几分钟而已 郭兴渝这个时候 还是睡眼惺忪 一群自称武林中人的社会团伙而已 来收保护费的 方绝宇躺了下来 被我两招就打得满地爪牙 然后我让物业保安把他们赶出去了 哈哈 你可太坏了 郭兴渝忍俊不禁 一群自视甚高的鼓舞弟子 被一群普通人 毫无还手之力地扫地出门 这简直就会留下一辈子的阴影啊 兴渝 最近你去超神学院很勤快啊 学了不少东西了吧 被打扰了轻梦 两人倒也没有什么睡意了 是啊 那里的老师们都好厉害 很多知识 我都没有听说过呢 这段时间 郭兴渝的内力 几乎已经达到了画境的地步 他唱歌时候 将内力加载在歌声中 歌声变得更加浑厚 而且有穿透力 兴渝 那些声乐和乐器的技巧 都只是附带的而已 你最重要的是要学习 引导自己体内潜力的方法 这才是基础 知道了吗 嗯 知道了 郭兴渝点点头 这一点 不仅方绝宇和他强调了很多次 就连学校里的老师们也反复和他说过 嘿嘿 既然这样 那我们先做个早锻炼吧 方绝宇脸上出现了一抹坏笑 翻身压了上去 一个多小时后 方绝宇洗完澡 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正好庄颖拿着一份信件 走进了别墅里 他一皱眉 怎么才一个晚上的时间 别墅的门怎么被拆了 难道昨天晚上进贼了 可是有古意在 什么样的贼 能闯进方绝宇的房子 少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庄颖问道 哦 几个神经病来找不自在 你找个人 帮我把门修一修吧 给我换成钛合金的 拿刀砍都留不下痕迹的那一种 方绝宇指着他手中的信件问道 这是什么东西 不会又是哪个 要来收保护费的吧 保护费 庄颖根本就没听懂方绝宇在说什么 少爷 这是一份请柬 是一位叫做白如海的老先生 请您去参加他八十岁的寿担 哦 原来是这样 吓死我了 方绝宇拍拍胸口 只要不是 再让他去打发那些疯子就行了 他接过了请柬 上面写的时间 是大年二十八 正好方绝宇他们打算大年三十 才去郭叔那儿过年 他倒也抽得出时间 少爷 您打算去吗 您要是准备去的话 我立刻就去 为您准备行程和礼物 庄颖说道 去 人家老先生都亲自来邀请我了 那可不得点点面子 方绝宇笑道 不过礼物就不用准备了 我自己准备就好 好的少爷 那我就先去为您安排了 嗯 去吧 方绝宇点点头 星渝 你要不和我一起去吧 方绝宇转头说道 我上次和你说过的 这个白老先生来自一个古武家族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隐藏我们社会下的另外一个小事件 好啊 反正工作室的事情也已经结束了 干脆跟着方绝宇去见见世面 得好好想想准备点什么礼物 方绝宇很清楚 这些古武家族都不缺钱 送一些什么价值很高的东西 还不如准备一点有意义一些的礼物 来得实在 什么东西对于古武家族来说最重要呢 无非就是修炼资源以及武学功法而已 潜力引导术 他是肯定不会轻易拿出来的 但是送一些丹药 或者稍微高级一点的武学 这倒是无伤大雅了 正好白如海的实力 已经在画境停留很久了 按照他现在的情况 这辈子想要成为刚进强者都很困难了 但是如果有一些高级丹药的辅助 那就非常简单了 就这个吧 方绝宇在自己储物空间中 那堆积如山的丹药中搜寻了一下 最后摸出了一枚紫色的丹药 然后找了一个精美的盒子装了起来 这玩意应该就足够了 白如海的寿宴是在白家的大宅里举办的 方绝宇已经去过一次了 第二次过去就驾轻就熟了 白家虽然在古武家族中 不算是什么顶尖家族 甚至实力还算是中等偏下 但是在这个大圈子里 大部分小家族关系都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一天倒也热闹非凡 每一个古武家族都是底蕴深厚 这大院外几乎都变成了一场豪华的车展了 到处都停着价格不菲的豪车 而且每一个从车上下来的人都是气与不凡 方绝宇扫了一眼 来的人几乎都有一些鼓舞的修为 那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大多都是明镜或者暗镜的修为 只有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 可能有着画镜的实力 至于达到了刚镜的人就寥寥无几了 今天的白忧 穿的和平时有些与众不同 难得换上了一身长裙 因为长期练舞 他的身材也算是相当完美 今天看上去倒是格外的迷人 他站在门外 目光没有在那些宾客的身上停留片刻 只是不断地在寻找什么 白忧 好久不见了 一个长相相当帅气的年轻人 主动来和白忧打了个招呼 秦公子也来了 白忧有一些意外 这个秦公子名叫秦云 来自一个相当强大的古武世家 这个秦家 可是有一位先天境界的老祖宗坐镇的 秦云和白忧是在同一所大学念书的 秦云一直在追求白忧 但是白忧很清楚 秦云这个人虽然天赋很不错 但是为人太过于轻浮花心 所以一直都不假此色 秦公子先请进吧 我还在这接待重要的客人呢 白忧处于礼貌 还是没有直接给秦云脸色看 重要的客人 秦云冷笑了一下 白家在整个古武界什么地位 他是一清二楚 一个白如海的生日宴会 他秦云能来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难道还有什么比秦家更重要的客人 就在这个时候 白忧眼睛一亮 因为不远处的方爵宇和郭星渝 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来 白忧立刻恭恭敬敬地迎了上去 院长 郭小姐 你们可算是来了 爷爷叫我在这儿等你们二位 我带你们进去 我不是说了吗 学校外面就不要叫我院长了 方爵宇说道 哈哈 叫习惯了 方先生 郭小姐 请进 白忧热情地招呼着他们 完全把秦云晾在了一边 这个人好像是那个最近公布的华夏首富 秦云似乎也认出了方爵宇 从身份上来说 世界首富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头衔 但是在这些古武家族和门派中 普通人毕竟只是普通人 永远都不可能骑到他们头上来 潜在古武界是没有任何的说服力的 莫叔叔 你能看出那个年轻人的实力吗 这一次秦家来的不只是秦云 还有一个实力已经达到刚进三重的秦莫 也是秦云父亲的亲弟弟 在整个秦家都算地上是名列前茅的高手了 无法探知出实力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对方的实力远高于自己 另外一种就是对方压根就是个普通人 秦莫根本就没有想过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实力能超过自己 秦莫摇了摇头 我从他身上感觉不到任何的内力 他应该只是一个普通人 第二百二十章 先天丹 不错呀白悠 你都已经半步花镜了 现在你们白家应该没有比你厉害的人了吧 方厥宇一眼就看穿了白悠现在的境界 白悠除了炼丹术之外 还跟着阿清女侠学习了一首月女剑法 在武侠中 阿清靠着一根竹竿就击败了三千月甲 可见这一门剑法的强悍之处 其威力甚至在独孤九剑之上 靠着这一门剑法 恐怕就算是化镜巅峰的人都 未必能够胜得了他 都是方先生给了我这一次机会 白悠很清楚 自己的一切都是来源于哪儿的 若不是超神学院教给了他更加深奥的功法 方厥宇提供给了他不少辅助修炼的丹药 他的进步绝对不可能这么夸张的 白悠带着他们走进了内堂里 白如海正在招呼着各路来宾们 一看到方厥宇来了 顿时红光满面地迎了上来 服用了那一枚丹药之后 白如海身上的寒冰异能不仅尽数去除 甚至因为赤岩丹丹特性 他的内力居然带上了一丝纯阳的能量 威力至少提高了两成 白爷爷 您气色不错呀 看来伤势恢复得不错呀 方厥宇将手中的礼物交给了白如海 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 祝您服辱东海 寿比南山 哈哈 方先生 你是老夫的救命恩人 能来这一场生日宴会 我已经很高兴了 这礼物就见外了 白如海笑着推辞道 白爷爷 您还是喊我小方吧 我不是武林中人 咱们还是以年龄论备份 方厥宇还是硬把礼物塞了过去 这过生日 怎么少得了礼物呢 您要不先看看 这礼物合不合您的心意 哦 白如海这一下 倒是对这一份礼物充满了好奇 他知道方厥宇现在是华夏首富了 而且他的身后 可能还有一个神秘无比的老师 或者强大的势力 他拿出来的东西 恐怕简单不到哪去吧 您不必在意那些繁文入节 直接打开看看就行了 最好赶紧用了 否则我怕别人眼馋 方厥宇故作神秘地问道 那我倒是想要见识见识了 白如海带着他们走进了内堂 他轻轻在盒子上拍了一下 那花里胡哨的包装盒 一下子就打了开来 盒子里放着两枚丹药 一颗紫色 一颗青灰色 那一刻 一股浓郁的清香直冲鼻腔 甚至在这个瞬间 白如海居然发现自己体内的内力 有一种要沸腾的感觉 仅仅靠着丹香 就能影响一位化境巅峰强者的内力 这绝对是品级非常高的丹药 就算是华夏仅存的那几位炼丹大师 都未必能够炼制出来 方先生 这个是 白如海对于方厥宇的称呼 不知不觉又改变了 他实在是难以把这样一个神秘强大的年轻人 当作自己的晚辈来称呼 白爷爷 这一枚青色的叫做化钢丹 五品丹药化境巅峰的舞者 只要吞浮下去 就能水到渠成 晋级为刚进舞者 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什么 白如海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差点吼了出来 五品丹药 就算是华夏最强的那一位炼丹师 也就是四品炼丹师罢了 五品都只有很低的成功率 才能炼制出来 五品丹药一旦现实 必然是一件大事 至于其价值 简直难以用金钱来衡量 白如海在化境巅峰 已经停留很多年了 他寻找过很多突破的方法 但是迄今为止都没有成功 五品丹药 完全是有价无市的 现在他知道 为什么方绝宇会告诉他 尽快服用啊 要是这样一枚丹药 出现在他的生日会上 绝对会引发巨大的轰动 甚至引来争抢 这一刻 他都恨不得 直接把这颗化钢丹 直接吞下去 方先生 那另外一枚 这个叫做先天丹药 是一枚八品丹药 吞浮之后 当您冲击先天境界的时候 能有八成的成功率 先天丹 八成 白如海的嘴唇 已经在微微发抖了 八品丹药 现在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能够练得出来 任何一位先天强者 都是经过了百年的沉淀 一招顿悟才能突破的 突破先天 就能打破人类寿命的桎骨 至少也有二百岁的寿命 所以 突破先天 是每一个舞者的梦想 然而整个华夏古舞界 先天强者屈指可数 方绝宇送出这样的礼物 简直就是 能将他保送到先天境界 这样的礼物 他甚至有些承受不起了 方先生 这先天丹和化钢丹 是您自己炼制的 白如海试探性地问道 要是方绝宇能够炼制出八品的丹药 这简直是要吓死人啊 哦 那倒不是 方绝宇摇摇头 哈哈 您知道的 我能成为世界首富 那些钱大部分 也不是我自己赚的 都是我家的长辈留给我的 这些丹药也是 都是我的长辈留下来的 我这儿还有好多呢 白如海的表情顿时呆滞了 他猜得到 方绝宇是一个超级富二代 但是他这个超级富二代 似乎不仅仅只是有钱啊 他的长辈们 简直是留给他一个超级宝库 这些丹药的价值和意义 远远超过了那些财富所带给他的 方先生 恕我多问一句 您的长辈是哪一位 不愿意抛头露面的 炼丹大师吗 不不不 我家里的长辈 世世代代都是经商的 炼丹之类的 只是组上几个长辈 没事干的时候 随便研究研究 开拓出来的副业而已 随便研究开拓出来的副业 白佑在边上咧了咧嘴 几位大师上百年的研究 都比不上他祖先随便研究的东西 这句话要是宣传出去 那些炼丹师 恐怕都要投胡自尽了吧 这一家子人 不会都是外星人吧 白佑看向方绝宇的眼神 忽然变得有些诡异 否则要怎么解释 方绝宇通天的本领 还有那一所神秘无比的学校呢 方先生 您的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 我恐怕受之有愧啊 白如海知道 这两枚丹药意味着什么 若干年之后 他们白家出现一位先天高手 简直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一旦一个家族出现了先天高手 那简直就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啊 甚至整个白家在古武界的地位 都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行了 又不是过年塞红包 您就别在这磕套了 方绝宇笑道 这丹药在他们眼里 看来珍贵无比 但是对于方绝宇来说 未必算得了什么东西 只要他想要 给他那个祖先发一条信息 过不了多久 可能一个快递大礼包就发过来了 别说是什么先天丹 就算是突破天人境 甚至更高境界的丹药 他都有 区区先天丹算个屁呀 那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白如海仿佛怕方绝宇反悔一样 赶紧把那个小盒子抱在了怀里 唉 爷爷也就这一点出息了 白游叹了一口气 在超神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的 他很清楚 这先天丹根本上不得大雅之堂 一到九品都只是最末流的而已 白游的老师告诉他 最多只要三年 他都至少也能炼制出六品的丹药 第221章 嘘 要低调 白老爷子 现在到宴会开始 还有一两个小时呢 您干脆先把这话刚担服了吧 我们在外面替您护法 方绝宇看白如海 一副心急如焚的样子 顿时有些想笑 白如海有些不好意思 不过他听白群说过 方绝宇的实力 就连画镜巅峰的人都能几招击败 有他护法 确实非常安全 那老朽就先失陪一下 一会儿再出来 招待方先生 白如海匆匆忙忙拿着两枚丹药 就赶紧走进了自己的房间 古一 这个小时你帮我盯着这儿 我的安全你不用担心 这儿没什么人伤得到我 方绝宇轻轻说了一句 是 少爷 古一的声音在方绝宇耳畔响起 哎 到古一的这个水平 还需要不少时间啊 方绝宇现在的实 虽然堪比先天强者 不过他依旧无法感知到 时时刻刻守护在他身边的古一的气息 可见两人还有着很大的差距 白佑 我们先找个地方玩画吧 你爷爷这儿不用担心 我已经找人盯着了 方绝宇的话白佑自然是不会怀疑 既然这样 那我就带方先生和郭小姐去盐武场看看吧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盐武场那儿一定很热闹 盐武场是白家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平时白家的子弟们都在这个地方切磋交流 今天是白如海的生日宴会 不少家族的人都是带着自己的晚辈来的 这也是一个各个家族切磋交流的好机会 这个时候 盐武场应该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果然 还没有走到盐武场 一片片呐喊声和叫好声就已经从接连传来 那些长者们都爱面子 自然是不会来到这种地方交手的 他们要是过招切磋 那可是有很复杂的程序的 只有这些年轻人的晚辈 没有这么多的繁文入节 还挺有意思的 方绝宇老气横秋地说道 在这儿几乎都是和白家差不多的家族 所以 各个家族年轻人的实力也都不相上下 打得也算是有来有回 你要不要也去玩一下 郭新鱼笑道 我 方绝宇哑然失笑 这些人最多就是暗境中期而已 我要是去了 这不是欺负人吗 让小雨去还差不多呢 这群人就算是郭新鱼上 以他现在的实力 一个打十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白佑 真巧啊 你也来这儿了 方绝宇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颇为帅气的年轻人 快步走来 真是刚才他们在门外见到过的那一个 苍蝇又来了 白佑不悦地嘀咕了一句 秦云少爷不去会客厅上坐着 怎么也有兴趣 来这儿看他们切磋 白佑略带嘲讽地说道 以秦少爷的实力 这些人的实力 您应该看不上眼吧 哈哈 只是坐着太无聊了 所以到处看看 秦云显然没有听出 白佑话里带刺 这位应该是新晋的世界首富方先生了吧 秦云主动和方绝宇打了一个招呼 在下秦家秦云 初次见面 秦先生也听说过我 哈哈 那是自然的 世界首富的名头 就算是足不出户的人都是知道的 秦云说道 不知道今年的管理费 方先生是否已经缴纳了 我们秦家在舞者协会 还有一些薄面 要是方先生有些周转困难 我可以帮方先生周旋一番 原来是来炫耀自己的家事背景来了 方绝宇微微一笑 这点小心思还是瞒不过他的 秦先生是说骨仓剑派的那群人吧 他们前两天就来过我家了 哦 方先生已经是缴纳过管理费了 秦云笑了起来 看来方先生也是识趣之人 那倒没有 那群人被我喊了物业赶出去了 方绝宇说道 我辛辛苦苦自己赚的钱 没头没抢的 凭什么莫名其妙要给出30% 秦云一愣 他显然没有想到 方绝宇会给出这样的答案 但是他觉得 方绝宇纯粹是为了面子在说大话 骨仓剑派可是一个大门派 虽然他们秦家也有先天强者坐镇 但是骨仓剑派弟子遍布全国 综合力量上 还是比他们秦家强了不少的 派出去收取管理费用的人 自然也不会太弱 被物业赶出去了 这样的话说出来 谁能相信 当他们的一生修为 是摆设吗 方先生也太会开玩笑了 咱们私底下说说 还没有问题 要是让鼓舞协会的人知道了 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秦云说道 就算是他们在位一样说 方绝宇根本没有把什么鼓舞协会放在眼里 要是让他知道 这鼓舞协会在哪 他搞不好还要找上门去 他家的大门 总是要找个人来陪的 那什么骨仓剑派的人也太弱了 我把他们全部打了一顿 然后才让保安把他们打出去 估计他们是太丢脸了 不好意思往外说 所以你们才不知道的吧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 边上的白忧听不下去了 方先生的实力 又其实你们能够知道的 嘘 方绝宇竖起一根手指 白忧 我怎么和你说的 要低调 哈哈 秦云笑得更加厉害了 刚才他的叔叔都告诉他了 方绝宇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人罢了 一个普通人 把三个骨仓剑派的高手揍了一顿 当骨仓剑派的人都是麻瓜吗 看来方先生也是伸手不凡 秦云看到白忧 对方绝宇热情的态度早就不爽了 要是有一个机会能让他出丑 他是肯定不会放过的 秦某不才 想向方先生讨教两招如何 和我过招 你确定 方绝宇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他看起来很像那种很容易捏的软柿子吗 秦云 和方先生过招 你还不够资格呢 你要是想玩玩 我陪你过两招吧 白忧主动请到 秦云脸上闪过一丝韵怒 他实在是不懂 为什么白忧会对一个一点内力 都没有的年轻人这么殷勤 难道就因为他是世界首富 可是白忧应该很清楚 对于古武家族的人来说 钱根本什么都不是 白忧 你不过是暗静出妻而已 和我过招 我怕我伤了你 秦云已经半只脚踏进了画镜了 要是白忧和他交手 恐怕一招都接不下来 是吗 我倒是想看看 到底是谁会伤了谁 白忧运足体内的生物电流 半步画镜的修为 顿时让秦云一愣 你 他秦云天资过人 也是靠着家族的大量资源支撑 才能在25岁 踏入半步画镜的 但是要真正迈入画镜 恐怕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但是看着气息 似乎白忧比他更加浑厚纯粹 他要是没有记错 上一次在学校里见到白忧的时候 他还只是暗静二重而已 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222章 我这拳法 最多一秒一百拳 白忧脚下轻轻点地 身轻如燕地落在了一个空泪台上 这种轻功的本领 就算是寻常的画镜强者 也难以做到 好高深的轻功 那些家族的长者们 虽然都没有在擂台上切磋 但是他们 却都陪伴着自己的晚辈 在一旁观察着 白忧的身体轻盈无比 什么时候 白家有这么精妙的轻功身法了 原来是踢云纵啊 方觉宇忽然想起了网上的一个梗 只要左脚踩右脚 右脚踩左脚 就能把一个人送上天去 寻常人自然是把这句话 当做了笑话 但是对于身怀内力的人 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秦大少 你不会不敢和我过招吧 白忧出言嘲讽道 哼 本少爷会怕你 这种时候 已经是剑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要是他不走上擂台 这不是说明他秦云怕了白忧吗 别说以后继续追求白忧了 就连在古武家族中行走 都抬不起头了 但是秦云并不觉得 自己会输给白忧 两人虽然都是半步画进的造诣 但是秦家的拳法可是深奥无比 身为嫡系长孙的秦云 已经将秦家拳练到了小城 就算是寻常的画进强者 他都可以抵抗一二 秦云一跃而上 落在了白忧的身前 但是他落地的一刹那 地上扬起了一片尘土 由此可见 两人不论实力如何 但是在身法上 白忧已经是赢太多了 白忧和秦云的切磋 一下子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 一个是有先天高手 坐镇的大家族秦家的大公子 一个是今天寿星白如海的长孙女 这可是一场不多见的好戏 你们说谁会赢啊 废话 当然是秦公子了 秦公子二十五岁 已经是半步画进的实力了 说不定三十岁之前 就能成为画进高手 白小姐和他比 还是差多了 哈哈 我看未必 听说秦公子对白家的小姐 一直有好感呢 说不定会放水 有道理有道理 人兄还是消息灵通啊 你这小徒弟能赢吗 郭新宇有些担心 这秦云看起来 浑身都是利器 似乎不是个好对付的对手 你放心 就算是真正的画进强者 都未必是白忧的对手 我爸给我的超神学院 可不会交出菜机的 方爵宇一点都不担心 这一场较量的胜负 唯一有点悬念的 只是秦云能逼出 白忧多少的底牌而已 白忧 你先出手吧 秦云摆出了一个 相当大气的姿势 秦家拳法 以刚猛魂后出名 在防守能力极强的前提下 拳劲也极为刚猛 练到小城 就算是一道铁门 也可以轻松打出几寸深的拳印 寻长童等级的舞者 要是被结结实实地打上几拳 都会受内伤 看白忧体格 估计一拳都挨不住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虽然白忧最擅长的是剑法 但是在超神学院 根本就没有学不到的东西 拳法上他也是 有些涉猎的 既然秦家以拳法出名 那我就以拳法 来和秦云少爷切磋切磋 白忧摆出了一个 相当夸张奇怪的招式 在那些恋家子的眼中 光是这个姿势就漏洞百出 而且怎么看上去 还有点傻乎乎的 但是很快 他们就知道自己错了 秦云第一拳指出了六分力 但是白忧不仅不闪躲 四击反击 居然迎着秦云的拳头打了上去 他是不想要自己的拳头了吗 不对 他也是半步划进 就在这个时候 不少年长的舞者 终于发现了白忧的真正实力 他们的目光瞬间就变了 白家的底蕴 怎么可能培养得出 这么年轻的半步划进高手 So 白忧雪白的拳头 直接迎向了秦云那硕大的拳头 好快 秦云居然发现自己 看不清白忧出拳的速度 甚至只能模模糊糊 捕捉到一些幻影 碰 两只拳头撞击在了一起 相撞的内力 居然带起了一阵强悍的冲击波 将原本铺满了灰尘的擂台 吹得干净无比 秦云脸色一变 白忧这一拳的力量 居然丝毫不在他之下 甚至这一拳 还带着一丝离体的内力 他有拳的经脉 仿佛被什么东西撑大了一样 居然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白忧平静无比 继续出拳 他出拳的速度 快到令人匪夷所思 甚至只有在场少数的 刚进强者 才能勉强看得见他的出拳 秦云在这样的拳速下 根本没有机会反击 只能将双臂交叉在身前面 被迫防御 他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拳法 完全就是用速度 再压制秦云 不鼠不知道 一鼠吓一跳 在保证每一拳的力道的前提下 白忧的出拳速度 居然超过了每秒20拳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李小龙都做不到 才不到10秒 白忧就已经打出了数百拳 这个时候 秦云的手臂都已经麻木了 甚至手臂中的经脉 都有些开裂了 这一拳秦云没有应接 要是再吃上两拳 他的手估计就要废了 就算是滚的姿势很难看 但是这种时候 也只能这样勉强闪躲了 碰 一道肉眼可见的空气波动 居然直接打向了不远处 另外一个年轻的舞者 完了 那个舞者 只不过是暗金二重而已 怎么接得住这一道拳劲 退后 他的长辈 立刻闪身挡在了前面 挡下了那一拳 啪啪啪 他足足后退了 三步再卸下了这一拳的力量 他可是一名化镜一中的舞者了 这到底 是什么拳法 居然在如此快速的前提下 还能有这么强的威力 不打了不打了 秦云也算是知趣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那拳速他别说反击了 就算自保 都很勉强了 这就不行了 白忧平息下了自己的内力 我这拳法最多一秒 可以打出上百拳呢 一秒上百拳 秦云的嘴角微微抽搐 这就算是先天高手都顶不住啊 你这到底是什么拳法 天马流星拳 在场的人脑袋上 顿时冒出了无数个问号 这拳法谁不认识啊 看过动漫的人都认识 但是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拳法 都吓傻了吧 方绝鱼忍不住笑了起来 别说天马流星拳了 就算是庐山生龙霸 只要有浑厚的生物电流和宇宙原力 它一样能施展出来 白忧 这不是你们白家的功夫吧 当然了 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白忧说道 你师父 到底是哪位高人 能给我引荐一下吗 一听到有这样的世外高人 秦云顿时目光一片炽热 你要找他的师父吗 一个年轻无比的声音 从擂台下传来 我就试了 你 秦云扫了一眼方绝语 他身上没有半点内力波动 怎么看都是个普通人啊 妾 不信啊 不信算了 本来看你傻乎乎的 想教你两招的 现在除非你倒立吃泡面 否则想都别想了 第二百十三章 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莫书 麻烦您帮我试试 那位世界首富的功夫 方绝语根本不把秦云 放在眼里的话 让这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大公子 有些恼怒了 甚至在他看来 白忧仅仅只是想要维护方绝语而已 秦云 这是我白家 你不要太过分了 一听秦云要对方绝语动手 白忧顿时脸色阴沉了下来 虽然一开始 宣誓成为方绝语的追随者 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他更是出于为家族的考虑 但是当见识过了方绝语的通天手段之后 心中潜移默化的 已经产生了一种崇拜的情绪 虽然他很清楚 就算是秦家那一位先天高手 亲自出手 都未必能赢过方绝语 但是 这是他的一个态度 他白忧是方绝语最坚实的拥护者 少爷 要我出手吗 古义的声音悠悠地传来 出你个头 你要是出手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 扮猪吃虎装逼的乐趣吗 装逼的乐趣 你想象不到 方绝语心里骂道 好好看着白如海 别让他出意外了 知道了少爷 古义的声音 又充斥着几分委屈和忧怨 他也不是只是想要表表忠心而已吗 白忧 你退后吧 这家伙是刚进强者 你挡不住的 我来陪他玩玩就行了 方绝语说道 区区刚进三重的舞者 别说方绝语了 现在的郭新鱼 打他都和闹着玩似的 他可不仅仅只是个世界首富而已 他的富 也不仅仅只是钱而已 方先生 在下秦家秦末 刚才听说方先生也是身怀绝学 秦某不才 想要讨教几招 秦末一出场 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好几步 秦末可不是秦云 这样的半步化镜舞者可以比拟的 他的一手秦家拳法已经大成 曾经战胜过很多刚进的高手 在秦家也是地位极高 来呗 方绝语松开了郭新鱼的手 你到边上坐会儿 我陪他玩玩 郭新鱼点点头 看方绝语的表情他就知道 方绝语根本就没有把秦末 当做一个真正的对手 当 秦末的双拳上 忽然多出了一双特制的金属拳套 拳套相撞 发出了一阵浑厚沉闷的声音 方先生要用什么武器请自便 武器 方绝语的眼睛 滴溜溜地转了一下 随后朝天大喊 古义 帮我把车上的那一个箱子拿过来 他在喊谁 难道他有什么秘密武器 说不好 既然白小姐说他的功夫 是这一位方先生教的 说不定人家真的是个 深藏不入的高手 少爷 您要的东西我拿来了 仅仅不到十秒钟 古义就拿着一个金属箱子 出现在了方绝语的面前 这是谁 怎么可能 所有人居然都没有看到 古义是怎么出现在这儿的 以这个神秘男子的速度 恐怕要被他们在场的人 请客间全部杀掉 或许都不是什么难事 行了 你走吧 走的时候低调点 别吓坏小朋友 方绝语拍了拍古义的肩膀 是少爷 古义缓缓地从地上飘浮了起来 然后朝着白如海的房间飘去 灵 凌空飞行 我的天 我看到了什么 这 这个人是神话镜的高人 怎么可能 世界上真的有神话镜的人存在 在古武界 先天武者 就已经是一方高人了 天人竟几乎是古武界的顶端站立了 在明面上 从没有听说过 哪个家族或者门派 有化神镜的高手 至于神话镜 那都是传说中的境界 甚至有没有这样的境界存在 都是一个谜 但是 据古武界代代流传的传说 神话镜的高手 就有凌空飞行的能力 而他们居然亲眼见到了 等等 刚才这个神话镜的人 喊他什么 忽然有人想到了这个问题 好 好像是少爷 我没有听错吧 应该没有 我也听见他喊少爷了 被一位神话镜的人称呼为少爷 这方绝宇到底是什么来临 真的只是一个富豪而已吗 若是刚才还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那些人都相信 白忧的功夫 真的是方绝宇教的了 就连神话镜的高手 似乎都是他的家仆 他背后的势力 到底该有多么恐怖 秦墨的身体 有些微微发抖 他已经不敢出手了 若是他胜了方绝宇 那一位神话境界的强者 能放过他 但是更有可能的是 这个年轻人的实力 比他更加强 因为他根本看不出 方绝宇的深浅 靠 让你低调一点 还给我这么张扬 方绝宇忍不住 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现在他真的怀疑 古义是不是傻的 稍微离开得慢一些 您用走路的不行吗 生怕别人看不到你 怎么飞得是不是 你这样子 把人家都吓坏了 让少爷我怎么继续嘚瑟 你别怕 我们切磋是我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赢了我 或者伤了我会怎么样 来吧 方绝宇朝着秦末勾了勾手 但是秦末还是不敢动 他甚至害怕的 有些浑身打扎 算了 你不动手 那就我先动手了 方绝宇咔嚓一声 打开了那个箱子 所有人都探着头 想要看清楚方绝宇的箱子里 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是当他们看清楚的时候 顿时傻眼了 这根本没有什么神秘的武器 这个箱子里 居然是一叠一叠红色的毛爷爷 他到底要干嘛 用钱砸死人吗 有人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来还真的是哈哈 不过也差不多了 有一个神话镜的高手在 他就算是一个废物 秦末也不敢把他怎么样 嘿嘿 你们说对了 我还真是要拿钱砸他 方绝宇指尖轻拈 从箱子里拿出了一叠钱 随手抽出了一张崭新的人民币 年花纸 凝视到几乎肉眼可见的生物电流 从方绝宇的指尖 凝聚到了那一张人民币上 原本柔软无比的人民币 居然变得比钢铁更加结实 搜 那一张红色的毛爷爷 脱手而出 一笔子弹还要快的速度 朝着秦末射了出去 蹭 一道耀眼的火花闪过 秦末一只手臂的拳套 居然被这一张人民币给直接撕裂 那一张钱 猛地穿透了三棵两人核爆粗的大树 最后深深地定在了院墙上 搜 第二张向他的另外一只拳套削开 一叠人民币在他的手中越变越薄 但是每一张都能在秦末的身上割下一片碎布条 等到方绝宇手中的那一叠人民币全部用完 秦末已经裸着上半身了 太太厉害了 要是方绝宇起了杀心 秦末早就死了 那样的速度 就算他是刚进强者 也没有半点还手之力 最可怕的是 方绝宇的内力极为细致 居然能除尽秦末义务的同时 不伤他分毫 实在是太可怕了 秦末已经吓得一动都不敢动了 从方绝宇的身上 他居然感受到了 只有先天强者 才能带给他的强大压迫了 哎 你说你们秦家也算是大家族了 怎么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 方绝宇叹了口气摇了摇头 随后将手中剩下那一箱子钱丢了过去 别说我扣 拿去买一身衣服 不要问我为什么 有钱是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第224章 道理吃泡面 有钱 强大 神秘 这三个词语 立刻成为了方绝宇的代名词 一位神话进强者的出现 让他们的心情迟迟难以平静 方先生 刚才那一位白忧也是第一次看到古艺 他知道 超神学院里面的老师 各个境界都远在先天之上 但是似乎他们并不能离开那一所学校 难道古艺是一个例外 哦 那是个傻憨憨 我家的保镖中 智商最低的一个 方绝宇说道 白忧额头上冒出了丝丝冷汗 敢这样说 一个神话劲的超级强者 恐怕也就只有方绝宇一个人了吧 走吧 这里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们还是去吃点东西吧 你爷爷应该也突破的差不多了 方绝宇牵着郭新宇 转身就要离开 等等方先生 一道人影猛地冲到了方绝宇的面前 只见秦云不知道 从那儿弄来了一碗康师傅红烧牛肉面 这一碗面甚至还冒着热腾腾的气 他小心翼翼地将碗放在了地上 然后在众人惊恶的眼神中 单只手倒立了起来 随后开始吃溜吃溜地吃起了那一碗面 扑吃 白忧和郭新宇没有忍住 直接笑破了声 你妈 这家伙真的是个人才 方绝宇的脸也在抽搐 要是王从有他一半不要脸 估计现在他已经做出了不少的奇葩事了 吃溜 吃溜 秦云几口之后就把这一碗泡面吃下了肚 然后抹了抹嘴角的汤汁 屁颠屁颠地跑到了方绝宇的面前 方先生 刚刚可是您说的 只要我倒立吃泡面 您就教我功夫的 秦云根本就没有在意周围其他家族子弟的眼神 那一帮人简直就是目光短浅 拥有一位神话境界的强者 作为家仆 方绝宇的来历能简单 他才二十岁 用几张毛爷爷就能击败刚进三重的秦末 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在他们家族里 也仅次于他们家的老祖宗 就算是低声下气败师 他秦云也一点都不亏 说不定跟着方绝宇学几年 能达到他一辈子都未必能达到的成就 就算是做一点傻事 又有什么呢 这家伙 简直比古义 还要傻憨憨方绝宇顿师无语 不过他刚才既然说了这样的话 那也不能食言了 而且 这秦云人品也不差 最多就是好色一些花心一些 稍微骄傲了一些 在超神学院 也是有孔子这样的思想老师的 想改变他 应该不算是什么难事 好吧 方绝宇点了点头 他将一枚笑灰 丢到了秦云的手中 明天早上八点 到江南市外的安天峰找我 过时不后 是 秦云满脸堆笑 直接跪在了地上 弟子秦云 给师父磕头了 哎行了行了 我不喜欢这一套 方绝宇指尖一动 一股内力就把秦云从地上扶了起来 你很有意思 我看好你哦 对了 刚才的事情 你们什么都没看见吧 方绝宇忽然停住了脚步 对着身后所有的人问道 啊 刚才发生了什么 嗯 怎么了 我错过什么了 哎 王兄 我们刚才不是在切磋吗 我们继续吧 对对对 我们继续切磋 都是聪明人 方绝宇满意地点点头 方先生 您真的要把秦云也招进来 白游显得有些不开心 他刚刚超越了秦云 要是两人都在超神学院学习 他就没有优势了 或许还会被秦云后来居上 有什么不行吗 方绝宇笑道 秦云心不坏 而且超神学院的学生 也需要扩招 鼓舞家族的人 接受能力比较强 正好是比较适合的一群人 你们家要是有些天赋不错 人品不错的人 也可以推荐给我 真的 白游顿时把刚才的不悦抛朱脑后 这个消息对白家来说 简直是天大的喜讯 当然 方绝宇点点头 哟 你爷爷好像已经完成突破了 我们去看看 白如海在画境巅峰已经很久了 有了丹药的帮助 突破简直就是水到渠成 顺利无比的 不仅如此 浓郁的丹药能量 让他还提升了好几个小等级 直接达到了刚进四重 哈哈 白如海红光满面地 从自己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他刚才突破的气息 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 他的房门外 已经有很多人在等候着了 可喜可贺呀 白老先生 今天是您八十大寿 还突破了刚进 简直是双喜临门啊 是啊 白老先生 我代替我们家主向您表示祝贺 白前辈 晚辈代替爷爷向您祝贺 哈哈 好好好 各位有心了 白如海突破了刚进 这也代表着 白家在古武家族的地位中 又水涨船高地提升了一大截 足够保证白家在数十年里 昌盛繁荣了 白老先生 恭喜了 方爵宇也上前表示祝贺 都是方先生的灵丹妙药的功劳啊 白如海简直想把方爵宇抱起来转个圈圈 若不是方爵宇已经有女朋友了 他甚至都想要把白忧嫁给方爵宇了 似乎觉察到了自己爷爷的想法 白忧的翘脸顿时一红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 咱们也该吃饭了 白如海把方爵宇迎到了上座 有了方爵宇的警告 刚才在练舞场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传开 但是很多看到了这一幕的人 对此都没有感到奇怪 以方爵宇的身份 出席白如海的生日宴会 这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 传下去 以后看到那个年轻人 一定要绕着走 就算是不能结交 也千万不能得罪 还有 也不要招惹白家 一道道类似的消息 立刻由上而下地传递了出去 方爵宇自己都不知道 他在无疑之间 帮白家树立了一个 无人可惹的巨大背景 宴会足足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等到宴会结束 已经是深夜了 兴致上来 方爵宇也喝了不少酒 最后 车还是让郭信玉开回去的 唉 早知道应该学习一下六脉神剑了 这样以后就不怕喝酒了 方爵宇回到家之后 调息了一会儿 酒禁才缓缓地散去 主人 华夏的天网出事了 就在方爵宇正准备 洗白白上床睡觉的时候 小姨忽然告诉了方爵宇一个消息 天网是华夏自主研发的超级防火墙 是专门用来保护重要的数据资料的 很多华夏的重大科研成果 都是通过天网来保护的 天网的建设 汇集了整个华夏最强的计算机人才 这么多年以来 每天都在遭受着无数次的信息攻击和轰炸 但是从来没有被攻破过 从一个小时前 有大量的黑客在攻击华夏的天网 这些黑客来自各个国家各个组织 规模是曾经最大的一次的百倍以上 可能要抵挡不住了 怎么回事 方爵宇一皱眉 到底是什么东西 让这些黑客们这么疯狂 当然是您交给华夏的VR技术了 第225章 给我搞他们 自从方爵把VR技术交给了国家之后 华夏的高层立刻以这一套技术为基础 开始搭建了一个大型的军事模拟系统 有了方爵宇提供的服务器和超级电脑 直接解决了其最麻烦的资金问题和硬件问题 军方的人只要将这个模拟系统的虚拟世界搭建出来 就可以投入使用了 有了这一套系统 华夏的军事能力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突飞猛进的提升 军人的战斗素养 实战经验等等也必然能够达到世界顶尖之列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这个系统就投入到了使用中 军人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只有真正的铁血男儿才称得上这两个字 为了提高真实性 在这一套系统中 所有的感官都提升到了最大值 也就是说 一个战士若是在系统中受伤 那么他会感受到80%的真实痛绝 对身体各方面的影响 也能按照相同的比例反映在自己的身体上 靠着这一套系统 一只只特种军人 如流水线一样 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 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炮火与战火 但是他们的实战经验 临场反应等等 几乎和经历过实战的人相差无几 但是这个消息 还是泄露了出去 当腾讯宣布这项技术的时候 很多有先见知名的国家 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这影响的可不仅仅只是互联网 这个市场而已 更能影响整个世界的格局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华夏的速度居然这么快 要是任其发展下去 华夏的军事实力 绝对会立刻跃居世界第一 到时候 什么太阳国美利坚 立刻都会被华夏一一赶超 以那些国家的正常发展速度 十年内都未必能让这一项技术现实 如果不做点什么 不用十年 华夏必将屹立在东方之殿 一大群国家一拍集合 立刻召集了国内的网络人才 朝着华夏的天网 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无论如何 都必须将那一套 VR技术的核心资料弄到手 顶住 一定要顶住 华夏天网的总部 一大群精英们正在 埋头抵挡着那群黑客的攻击 有援军了 一个技术员大喊了起来 保卫天网 不仅仅只是军人的事情 也是整个华夏的事情 在创建天网之初 设计者还开发了一套系统 一旦遭到袭击 民间的高手们 也可以通过特殊的渠道加入进来 越来越多的网络高手们 得到了这个消息 加入到了保护天网的行动中来 攻击的势头 终于还是稍微稳住了一些 但是这依旧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参与到这一次行动的国家数量 达到了十几个之多 对方的手段非常高明 查询到的IP地址 几乎遍布全世界 天网的工作人员 根本无法锁定到底是那些国家 小一 给我查 方绝宇的语气冰冷 他动怒了 片刻之后 小一就得到了答案 宿主 一共有十二个国家 而且都是那些发达国家 行啊 这些国家很流皮啊 这算什么 十二国联军 方绝宇笑道 小一 把我干死他们 往死里干 是宿主 方绝宇打开了电脑 轻而易举地 加入到了天网的防御攻势中 这个时候 天网已经出现了很多的防御漏洞了 工作人员 一边在填补着这些漏洞 一边还要保护那些完好的区域 人手越来越紧缺 再这样下去 最多二十分钟 就坚持不住了 兄弟们 辛苦你们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了 所有天网的工作人员 以及参与守护工作的 华夏民间高手们的电脑前 都出现了一排红色的文字 在这个文字前 还有一个署名 CM 我靠兄弟们 我电脑被黑了 卧槽 我也是 不过好像对方没有搞破坏 似乎就是来传话的 CM 你们听说过吗 不知道啊 有这样的技术 应该不是无名之辈才是啊 不管了 看起来好像天网有救了 正在联合保护天网的论坛里 顿时炸开了锅 老大 有人插手进来了 而且还剥夺了我们的权限 什么 天网内部的权限 也被剥夺了 天网的总负责人浑身一颤 要是对方 想要窃取华夏的机密 这简直就如同探囊取物啊 能拿回权限吗 不行啊 我们所有的权限全部丢失了 天网现在根本就不在 我们手上了 技术员们猛了 干了一辈子技术活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这要什么样的运算量和技术 才能做到这一点啊 老大 所有的漏洞全部修复了 什么 这么快 没错 而且这个 CM开始反击了 CM China 对 这是我们国家的人 卧槽太强了 击退了十几个国家的联合进攻 这到底是一个组织 还是一个人 这群高手们这个时候 居然只能眼睁睁看着 CM单方面的屠杀 这样的数据轰炸 和网络垃圾轰炸 居然连天网的防火墙都没有触动 就全部消失了 哈哈哈哈 幸好老子 有一台超级计算机 不然小一得绑架多少肉机去操作呀 方觉宇津津津有味地 看着这一场大战 这种规模的网络大战 他同样也只能做一个观战者而已 小一 玩得差不多了 咱们华夏有一股话 怎么说来着 礼尚往来是吧 也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虽然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得到 但是方觉宇才不会轻松放过他们呢 交给我吧宿主 小一说道 与此同时 十二个国家的秘密 信息基地里 一大群强大的黑客 已经有些后继无力了 这个叫做CN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不知道使用了什么代码 居然在天网前形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保护网 他们的攻击全部就像是挠痒痒一样 一批批绑架的肉机都瘫痪了 他们不得不一次次更换 但是并没有任何的卵用 糟了 我们的系统遭到入侵了 什么 怎么可能 对方怎么可能追踪到我们的地址 我也不知道啊 守住 一定要守住 要是我们的信息被攻破 那我们国家的资料都 完了 一群黑客们将手中的鼠标键盘一砸 我们的防火墙已经被突破了 对方只用了三秒 什么 已经被突破了 那个负责人顿时面如死灰 这样的场景 发生在其他十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部 他们举国之力打造的信息防护网 居然在对手的攻势下 如同纸片一样脆弱 无数的信息泄漏 无数的资料被盗取 这注定第二天 整个世界都将一片混乱 第226章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诛 快 把物理连接切断 那些负责人立刻下命令道 切断物理连接 虽然会造成不小的损失 甚至会造成很多数据的缺损 但是至少能保证 不让那些机密外流 毕竟很多国家的部分秘密 是见不得光的 来不及了 负责技术的那些成员露出了苦笑 对方攻破他们的防火墙 只用了三秒 窃取所有的数据 只用了两秒 他们根本没有半点反应时间 这么迅速的强大的攻击 在他们的概念中 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这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计算量 多么恐怖的操作 这是人能做到的 若不是这个人 顶着一个华夏的名号 他们甚至要怀疑 这是不是外星人的杰作了 数据被盗了 去找华夏人理论 首先是他们率先 对华夏发起了攻击 华夏人只是被迫防御反击而已 你们可以攻击华夏的天网 就不允许华夏人反击了 这事就算是拿到国际法院上 他们都是理亏 老大 快来看 一位技术人员指着电脑说道 在所有人的电脑上 都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 犯我华夏者 虽远必诛 这几个字 仿佛远古的钟声一样 回荡在所有人的大脑 他们苦笑了一下 华夏早就不是 当年那个任人欺凌的国家的 这个国家人才被出高手如云 无论是什么方面的人才都不缺 哪怕12个发达国家聚集在一起 都逃不到半点好处 再去骚扰这一头早就已经苏醒的雄狮 只是玩火自焚而已 唉 真没意思 这就不行了 方觉宇丢下了键盘鼠标 靠在了座椅上 他本来还以为能看到一场 精彩绝伦的网络大战呢 真的不知道该说对手太弱了 还是小一太强了 5秒钟就攻破了12个国家的核心数据库 还道出了大量的数据 恐怕哪些国家的人已经在痛哭流涕 悔不当初了吧 小一 给我筛选一下 有没有好玩的东西 这么一闹 方觉宇整个人都亢奋了起来 几乎都没有什么睡意了 哈哈哈哈 宿主 好玩的东西可多了去了 有些资料要是公布出来 那些国家可要被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声音给喷死了 啥 我康康 北美某发达国家的第五代战斗机设计图 什么垃圾玩意 上次丢手掌的设计图比这强十倍 高端芯片设计 开发的核心技术 哈哈 这个可以 以后全世界都能生产高端芯片了 华夏的芯片行业 不用我操心了 某国家人体潜力 开发关键技术 呃 靠药物的垃圾货色 劳子一个人 能打100个 妈爷 原来50年前 那个外星人解剖实验的真的 哦对了 我早就知道有外星人了 一 某国家元首的私人照片 方爵宇的脸上露出了恶心嫌弃的表情 想不到这位元首 居然还有这样特殊的爱好 简直和他那一位祖先有得一比啊 一大堆资料 看得方爵宇 眼睛都要花了 小一 明天帮我建立一个论坛 用CN的ID帮我把链接 发送到华夏各大网络论坛中 名字取得骚一点 OK 小事一桩 也不知道是不是跟着方爵宇越来越久了 小一也变得越来越有恶趣味了 做这种事情见识 有一种别样的刺激 第二天一大早 这一场战争的浓雾都还没有消散 各大论坛上 纷纷开始交流着昨天的战况 特别是那一位叫做CN的大神 独自一个人 击退了联合军团对天网的攻击 这简直是一战风神啊 不光如此 更据天网内部传来的消息 昨天晚上 CN更是夺取了天网的最高权限 就连天网的成员们 也都只有眼睁睁看着的份 半点参与感都没有 至于调查CN的个人信息 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做这样的事情 没看到这么恐怖的数据 轰炸他都能一个人抵挡下来吗 要是把人急惹毛了 你的信息防御 能有天网那么强 大家好 我是CN 昨天我对攻击天网的组织进行了反击 发现了不少好玩的东西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条崭新的信息 顿时出现在了各大论坛的首页 一开始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某个人 冒充CN的钓鱼网站 一般情况下 这种帖子没过多久 就被管理员删掉 或者被淹没了 喂 又是一个冒充CN的帖子 赶紧删了 别侮辱了C神的名号 论坛的管理员们交流道 OK 我马上删了 卧槽见鬼 我删不掉 我的权力源权限 被冻结了 你试试看 我 我的也是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他们能成为这些极客论坛的管理员 本身也都是高手 无声无息 就把他们的管理员权限剥夺了 除了CN还有谁能做到 这帖子是真的CN发的 很快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 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CN昨晚到底弄到了什么样的战利品 卧槽 92大神C先生 哈哈哈哈 C神是魔鬼吗 弄了个这么黄这么暴力的论坛名字 哈哈 大神不愧是大神 取个名字都这么有吸引力 大家赶紧看看 尼玛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 核潜艇技术 靠 还有人体改造技术 这些人是人吗 居然在真人身上做实验 实验体居然还有华夏人 不行 必须发到国际上 这群狗东西 一定要受到制裁 卧槽 太强了 简直把那些国家的数据库 全部搬空了 C神威武 这一天 华夏的极客类论坛 几乎全炸锅了 方觉宇放出来的那些资料 实在是太具有冲击力了 那些违反人类伦理道德底线的 大量研究也被扒了出来 被那些论坛上的技术宅们 放到了国际论坛上 92大神C先生 这个论坛一天内 就传遍了全世界的各大网络 只永远是包不住火的 有些国家自以为是的 认为自己做的那些事 永远不会被人知道 但是在这一天 终于重见天日了 强烈谴责某国的人体试验 要求给国际大众一个交代 强烈谴责某国核武器的部署计划 这是违反联合国安全条例的行为 要求对其进行制裁 当年的事件找到证据了 他们再也无法逃脱历史地谴责 国际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水涨船高 这注定是一场迟迟无法平息的闹剧 第227章 以为这就完了 不错不错 效果不错呀 方绝宇美美地吃着早餐 看着新闻 这12个国家 哪个背地里 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事情 这一下 全被方绝宇挖掘了出来 丢掉了网上 引起的效应 简直就是爆炸性的 国际上的骂声 几乎把这些国家都要淹没了 宿主 提醒您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 您可是约了那个叫做晴云的年轻人 在安天峰见面的 哎 玩过头了 忘记时间了 方绝宇一拍脑袋 他看了看时间 都已经超过八点了 算了算了 问题不大 今天心愈过去了 他应该会带晴云进去的 这点小事 没必要让我操心 方绝宇打开了自己的任务面板 果然 他的追随者的数量 又增加了一个 看起来 晴云也应该宣誓完毕了 比起这个 我倒是想要看看 那些国家会怎么应对 方绝宇知道 有些国家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比如他们的邻居 很多证据就放在面前 但是他们就是不承认 对一个死不要脸的人 你还真没什么脾气 从华夏流出的消息 都是未经核实的 这对于我们国家 是莫须有的罪名 我们国家 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我国呼吁 抵制华夏 传出的虚假信息 请世界各国保持理智态度 对此我们将保留追究责任的权利 关于人体实验的视频 我国专家已经给出了审核报告 全部是人为制作出来的 意在向我国泼脏水 分析报告已经公布 接受国际社会的任何质疑 昨天夜里 我国受到了不明来历的网络攻击 丢失了大量的重要数据 从今天来看 这次的攻击疑似出现在华夏境内 我国对此保留责任追究权 华夏此举对我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国再次呼吁其他遭受攻击的11个国家 对华夏进行联合抵制 希望华夏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 放你妈的狗屁 昨天晚上是谁在攻击谁的 我靠 这群国家简直不要脸到极致了 死不承认 还恶人先告状 垃圾就是垃圾 12个国家联合起来 都攻破不了华夏的天网 现在居然开始泼脏水了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不要避连 求C神出手 再搞他们一次 我们也愿意身先士卒 报告C神 请求出战 散兵1号卢本伟 请求出战 散兵2号大司马 请求出战 散兵3号马飞飞 请求出战 还真的是气急败坏了 这种垃圾借口都能想出来 方觉宇的嘴角 发出了浓浓的冷笑 既然不要脸 那就别怪我把你们的脸全部撕碎了 CM 各位放心 以为这就完了 没有这么简单 大过年的 总得给他们一份厚礼吧 C神出来了 C神 干他们 小姨 帮我查一下 昨天的行动 到底是哪个国家组织的 我先来一个杀鸡警猴 方觉宇笑道 本来想安安静静过个年的 看来今年的大年夜 是一场腥风血雨啊 宿主 查清楚了 最先号召进攻华夏天网的 是优斯国 防止被和谐 缩写谐音 大家懂的 果然是他们 几乎和方觉宇的猜测一模一样 有这个国力和号召力的 也就只有优斯国而已了 不仅如此 作为世界上少有的几个超级大国 最担心华夏崛起的 也是他们 小姨 帮我想想 有什么办法可以好好整治一下他们 办法多了去了 就看你想要用哪个了 小姨说道 最简单的嘛 直接把你们方家所有的前缘者和缘能者召集起来 直接把优斯国移为平地 让他们从地图上消失就行了 嗯 方觉宇满头冷汗 要是他真的这么做了 这完全是要称霸地球啊 小姨 也正是一点都不留情面 开口真是这样的杀招 一个 没必要 真没必要 方觉宇赶紧掐掉了这个可怕的想法 咱们现在是和平时代 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好不好 有没有文明一点的方式 不要什么问题 都想着武力解决吗 切 耸逼 小姨不懈地骂了一句 区区一个国家而已 你就这点小家子见识 我告诉你 你的祖先在宇宙打拼的时候 要是遇到这样不长眼的 直接派出一个舰队 把整个星球给灭了 哎 我这不是还没有 我祖先这么大的眼界吗 方觉宇听得心惊胆寒 自己的长辈们这个暴脾气 还真是有点吓人啊 和平的方式也有 打经济战咯 把他们国家的货币市场 能源市场全部搅得稀巴烂就完事了 哎 这个可以哦 方觉宇眼睛一亮 这可是个杀招啊 一个庞大的计划 在方觉宇脑中诞生了 少爷 您找我有什么吩咐 庄银走到了方觉宇面前 我现在有多少资金可以动用 方觉宇问道 因为上次购买了一部分腾讯的股份 后来还进行了服务器的搭建 超级计算机的购买等等 现在方家这儿 大概还有接近3000亿美元的流动资金 3000亿美元吗 好像有些不大够啊 方觉宇皱了皱眉 小英姐 三天内帮我调集一万亿美元以上的资金 可以做到吗 没有问题 我可以从各个家族那儿帮您调取 一万亿美元用不了三天 庄银有些好奇 方觉宇准备这么多的钱 是要干什么 还有 你们在金融市场的操盘手 一共有多少 能力如何 庄家这儿有几千号人 加上其他家族的 一共应该有上万人吧 他们都是金融界的精英 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个人能力 很好 帮我联系一下 有一件大事 要他们帮我做一下 方觉宇满意地点点头 另外 和优思国所有的生意合作 从今天开始全部终止 要多少违约金都赔给他们 少爷 这样我们会损失很多的 我们和优思国的合作 确实不少 庄影听出来了 方觉宇这是要对优思国下手啊 没关系 到时候我会让他们 连本带地地吐出来的 方觉宇不以为然地说道 这点钱 他还不看在眼里 对了小莹姐 你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对付优思国 方觉宇要做什么 庄影一般都不会多问 他只管帮助方觉宇 处理所有的事情 不过这一次 他确实有点好奇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居然让方觉宇 动用这么多的资源 这真的是要凭借一人之力 和一个国家机器去做斗争啊 理由很简单 因为昨天攻击天网的事情 就是优思国带头的 方觉宇把手指捏得嘎啦啦作响 有些事既然做了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认为这些人的费用